我是王氏千金 我爸破产后要跳楼 我去拉他 他不小心把我一起带了下去 现在 我重生回了我爸高中时期 想告诉他 以后离姓慕容的人远一点 不要破产 但如果我知道 他会管我叫妈 我一定不往杂酱面里 扔三半算 妈 你终于回来找我了 十八岁的我爸 顶着刚打完架而挂彩的脸 眼里闪着泪花 杂酱面算三半 吃饭也能香一串 这是我们老王家的传统 他靠这个认定了我就是他妈 我爸是孤儿 爹妈都下落不明 跟着收养他的奶奶长大 我咽下嘴里的半个鸡蛋 回应他爱 我的好大 这种便宜 机会不多 能占还得占 我话音刚落 旁边就占了个人 请问 您是王一新的家长吗 这话听着耳熟 像急了我高中班主任 打电话找我爸 我下意识放下筷子 并龙腿坐好 转头对内人笑 老师您好 他愣了下 抬手扶了扶眼镜 温和地对我点头 您好 我是王一新的班主任 兼数学老师 副理 好帅 书卷气很浓 一看就不会干坏事那种 我光顾着看帅哥 完全没听见 人家后面讲了什么 恰好他点的面好了 我请他坐下一起拼桌 然后无耻地提要求 不好意思 可以再讲一遍吗 副理看我的眼神 带了一丝质疑 他扫了一眼旁边 闷头干饭的我爸 又把话重复了一遍 大概意思就是 明天要开家长会 王一新的家长 从来没去过学校 希望我能到场 我满口答应 为了维护好妈妈人设 甚至解释 以前自己太忙 忽略了我的好带 以后只要副老师一句话 绝对立马就到 副老师斯文地挽起袖口 薄唇微敏 马上就高三了 的确要多关心一下孩子 不然对孩子心理不好 紧接着 他坐在我旁边 巴拉巴拉 从我爸高一 给我讲到现在 事无巨细 一碗面吃了一个小时 我撑着腮帮子 听得打瞌睡 事实证明 再好看的人念起经来 也会让人犯困 终于 傅老师吃完了 我赶紧起身 按住他的手 抢着结账 感谢他对我儿子的培养 可到了收银台 我才想起来 这里没手机不能扫码 我身上一分钱没有 这就尴尬了 好在人家傅老师讲客气 追过来 要自己付钱 我眼疾手快 拿过他手里的 一百块大钞 把三碗面滴钱都付了 傅老师 不好意思 出门忘带钱了 我明天还你 傅里接过我 递给他的零钱 推辞说 不用 他压低声音 一心妈妈 王一心最近似乎有早恋的苗头 早恋 和谁 是不是特漂亮特温柔 一学霸妹子 我来尽了 不等傅里说完就接连反问 我出生时 我妈就不在了 我爸总跟我炫耀他和我妈高中 就恋爱 彼此都是初恋 从校园到婚纱 多么多么浪漫 他们有多么多么相爱 他还经常夸我妈 温柔善良 又学问又漂亮 所以傅里口中的早恋对象 极有可能就是我妈 但是傅老师迟疑了 他藏在镜片下的漂亮大眼睛眨了眨 然后摇头 那姑娘性格比较叛逆 学习也不太好 所以我担心他们俩会相互影响 竟然不是 我瞪向老王 发现他嘴里含着饮料吸管 眼睛却看着玻璃窗外发呆 顺着他的目光 我看到了马路对面和一群男生勾肩搭背的女孩 他穿着牛仔外套 嘴里嚼着泡泡糖 手里还拿着根烟 俨然傅里嘴里的叛逆女孩 傅里在我身边叹了口气 开始喋喋不休说 这样下去不行 要想办法把俩孩子的爱情之花掐死在摇篮里 我点头 拿起面馆里的扫帚 掐死 现在就要掐死 不孝子 竟然敢早恋 竟然敢喜欢除我妈以外别的人 傅里急忙拦住我 抢过我手里的扫帚 要我冷静 棍棒教育不可行 他现在应该相信我 真是王一心他妈了 不是亲生地动不了手 但他不知道 亲生女儿打父亲 也不是不可能 我们俩还在拉扯 我爸突然从我们身边跑了出去 直奔女孩的方向而去 我的好大儿 为了女朋友 连刚认的妈都不要了 傅里见我爸跑了 立马松开 我也跑出去 站在面馆门口 粗着脖子吼 不许去游戏厅 我在后面都吓了一跳 别看傅老师斯文 班主任会的他全会 我爸倒是追逐爱情去了 留我独自一人 面对傅里尬笑 傅老师 实在不好意思 一心这孩子 打小就调皮 回去我一定好好管教 傅里身姿挺拔 像柯坚韧的小白羊 他的耳尖微微泛红 滴滴应了一声 反过来又劝我这个时期的孩子 心性不定 动手不能解决问题 还是要多和孩子沟通 多给他一点关怀 我连连点头 傅老师长得好看 说什么都对 我们一起出了面馆 他推着自行车和我同行 从我爸的教育问题 聊到了青少年青春期心理健康 比我当年四十岁的高中班主任 还能扯 我实在忍不住打断了他 傅老师 冒昧问一下 您今年多大了 傅里一手推着自行车 一手扶了扶眼镜 转头不解地看我 二十六 我沉默了一下 只能夸他年少有为 但他似乎意识到 我有点嫌弃他话多 直接闭了嘴 就在气氛逐渐尴尬的时候 他又开口一心妈妈 您好像走过了 我收回已经迈出的一只脚 原地站定 战术性转移话题 傅老师 我看起来很老吗 他大概从来没和哪个学生家长 探讨过这种问题 愣了足足五秒 才回复我说没有 既然如此 你能换个教法吗 我告诉他 我叫王子 他愁愁了一下 微泯的唇缝里 蹦出让我毕生难忘的两个字 王姐 我鼻尖一酸 明明人家才二十四岁 却被当作四十二岁 谁受得了这委屈 现在坦白我不是王一心他妈 还来得及吗 傅力察觉到我的情绪不对劲 明显有些手足无措 对不起 我说错话了 我抹了一把眼角 对他摆手 表示这不是他的错 当妈还是有当妈的好处 比如亲手为我爸和我妈搭建起爱情的桥梁 只不过 我和父李爱情的桥梁恐怕就此终结了 毕竟 人家现在是小父 而我已经是王姐了 我有气无力地冲父李摆手道别 转身准备往回走 傅老师在我身后欣慰地说 王一心之前说他父母亲早死了 应该是在赌气 现在知道有您在 我就放心了 关于王一心他妈死而复活这事 父李没有过多追究 我也就顺坡下驴 解释说其实是他爸爸走得早 我又常年在外面不着家 所以孩子有点怨气也正常 担心他又要跟我分享单亲家庭教育技巧 我赶紧抬脚开溜 头也没回 而且怕他发现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他说的走过了 是哪条路走过了 我就压根不知道 我爸老家到底在哪 太奶奶在我没出生时就去世了 我爸从来没带我回去过 好在他年轻时比较出名 我随便欺负两个小混混 就得到了住址 那俩小混混要我有本事别走 幸好我爸当年只教了我三招 没有别的本事了 我一路打听 到了鸡脚嘎拉里的一个小弄堂 我爸就住在这个弄堂里 就在我打算跨进门时 身后有人跑过来 快我一步推开门 嘴里还嚷嚷王奶奶 警察局来电话 王一星又和人打架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收了腿又转身往外走 这个画面也很熟悉 我大概能理解 我爸每次去警察局 接我是什么心情了 好想假装不认识 但是这闹心玩意儿叫我爸爸 怀着这种复杂的心理 我还是去了警局领人 但我对领人流程不熟悉 不知道居然还要身份证 警察叔叔完全不信 我是王一星妈妈 一点没有复理好忽悠 但我的确没有身份证 所以警察叔叔又叫来了另外一个人 傅老师又见面了 见到傅里 我热情地和他打招呼 比见了亲爹还高兴 毕竟现在能够证明我身份的 除了我亲爹就是傅里了 傅老师大概也是第一次见在警局 还能笑得这么开心的家长 他矜持地冲我点了点头 跟着警察走完了所有流程 熟练地让人心疼 一看就是经常被叫来领学生 而大多时候 领的可能是我爸 出了警局 他冷着脸 要我爸明天交五千字检讨 老傅 别闹 上次的三千还没写完 我爸揉着脖子 熟忍地对傅里摆手 当初 他和我吹 年轻时在学校呼风唤雨 和老师称兄道地 我还不信 现在我信了 但凡傅里兄一点 他王一心也不敢这么造次 可是他实在太好说话了 即使这样了 他还是心平气和地跟我爸说 检讨必须这周给他 可惜我爸没当回事 他频频回头看警察局 似乎在等什么人 我老脸都快被他丢尽了 实在看不下去 一掌就拍在了他脑门上 臭小子 对老师放尊重点 恰好拍在了他额头的包上 痛得他嗷嗷乱叫 这时候 警局里冲出来一个女孩 抓着我爸的手 往后退了两步 他对我怒目而视 大姐 你谁呀 凭什么打他 哟 这不就是刚才我爸追出去的女生 我反问她是谁 我是你妈 小丫头骗子嘴皮子倒是利索 她紧紧挽住我爸的手臂 像是怕我和她抢 本来我不屑和她计较 但是她居然开口就是脏话 还骂我妈妈 那我只能挽起袖子 和她好好掰着掰着 我走上去狠狠推了她一把 我还是你爸爸 她也不示弱 松开我爸就要上来和我撕扯 结果我俩还没碰到 就被我爸和傅里一手拉开一个 傅里从我身后死死搂住我的腰 腾空把我抱出去老远 他劝我冷静 不要和小孩子计较 我让他放开我 我受不了这委屈 当年我在学校 横着走也没人管 现在还能输给18岁的小丫头不成 被我爸拉住的女生 也使劲挣扎 让我爸放开她 王一新 我刘洁还没在打架上吃过亏 给我撒开 突然听到熟悉的名字 我停了下来 你叫什么 恰好我爸说话 刘洁 她是我妈 刘洁 我妈叫刘洁 我和对方同时安静下来 彼此的眼神 从凶狠到柔和 没用多久 没想到 我第一次见我妈 居然是在这种场合 我妈也反应过来 拍开我爸抓着她的手 迅速整理仪容 啊 阿姨 对不起 冒犯您了 我抓着傅里的手 微微颤抖 眼里含着泪水 看着我青涩的爸爸妈妈 不知道该哭还是笑 王一心你大爷 说好的知书达理 温柔善良呢 你是不是背着我妈 在外面有人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 我 我妈 我爸 傅老师 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妈紧紧挽着我的手臂 阿姨长阿姨短地叫 折瘦窝 关键我妈 还有点缺心眼 不是问我 今年多大 就是问我 皮肤这么好 怎么保养的 个个都是送命题 生怕另外两个 不知道我是假冒的一样 我嘴上敷衍 心里开始打鼓 如果这小姑娘 真是我爸官配妻子 那为什么和她 给我描述的不一样 难道我是我爸私生女 我妈 其实是另外一个女人 但是 我们爷俩一起生活 二十多年 也没见她有外遇 偶尔出去应酬 喝醉了 还会抱着枕头 叫阿杰 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 我爸喝醉酒 被某个女人套路了 女人带球跑了 一年后 携载归来 要我爸负责 然后官配一气之下 就要离婚 远走他国 在飞机上遇难 成了王一新一辈子的 朱砂痣 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 也就是说 我可能是三儿的孩子 难怪家里连一张 我妈的照片都没有 没有刘洁的 也没有其他女人的 我看向我爸 一脸雾了的表情 恰好他也看我 表情古怪 妈 你和刘洁长得好像 怎么可能 刘洁脸小 五官也小 单凤眼微微上挑 嘴唇偏薄 很容易让人产生 刻薄的印象 我眉眼宽阔 五官更加立体 像吗 我反问两位男士 刚刚才分析出来 我可能不是 我妈亲生的 怎么可能长得像 副里还真转头 认真盯着我看了很久 最后才点头 轮廓有些相似 傅老师不愧是傅老师 说话就是专业 那问题来了 我到底是不是 我妈亲生的呢 其实 按照我的直觉 我确实对刘洁 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大概是一种 源自血脉的亲近感 可我爸为什么 要把我妈塑造成 另外一个形象呢 我不理解 我妈在我出生 没多久 就在一场空难中丧生了 后面所有 我对我妈的记忆 全部来自我爸的口述 在见到刘洁之前 我一直以为 我妈是全世界最温柔 最善解人意的女人 现在我才发现 我妈可能是世界上最能打 最无法无天的女人 此时此刻 这个刚才还露袖子 要和我干架的小姑娘 正抱着我的手臂撒娇 阿姨你看我们多有缘分 连轮廓都相似 这又是什么新奇的画风 我爸到底隐瞒了我多少事情 这事还没想通 我们已经走到了弄堂入口 傅礼向我们告辞 还叮嘱我爸老实一点 听妈妈的话 不要打架 我看着从弄堂里走出来的一堆人 好心跟他讲 傅老师 要不你还是先走吧 他顺着我的视线 也看到了那群向我们走来的混混 各个手里还拿了木棍 要不说傅老师负责呢 人家不但没走 还走到了最前面 把我们都拦在了身后 对面某个眼熟的混混 提起木棍就指向了我 大哥 刚才欺负我们的 就是他 完蛋 被逮了个正着 对方人多 不适合正面刚 我正想解释 我只是问问路 任老大直接就抬脚踢了告状的小混混一脚 骂他废物 连个女人都打不过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我从傅老师身后伸出一只手 指向他 你连个男人都不是 双方互相挑衅 战争一触即发 傅老师 你去旁边躲躲 我把傅礼扯到身后 带着我爸 我妈抡起拳头 就赢了上去 傅老师可能没想到 不但我爸打架 我们一家三口都打架 本来吧 这一架是可以打赢的 不知道谁多管闲事 喊了声警察来了 我二话不说 抢了傅礼的自行车 登上 就准备开溜 余光瞥见 他还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傅老师 上车 他不太熟练地坐上后座 我使劲登了下 原本以为会丝滑地离去 结果车停在原地一动不动 转头才发现 傅礼无处安放的大长腿 稳稳当当踩在地上 眼看着警察已经到了巷子口 我赶紧冲他吼 你倒是把腿抬起来啊 他吓一跳 浓密的眼睫毛微微颤动 乖乖抬起腿 我这才登起自行车 远离那块是非之地 傅礼在我身后 弱弱提醒我说 我爸和我妈没跟上来 拉倒吧 早在听到警察两个字时 他们就手拉手跑了 我跑路的功夫 还是没能得到真传 我咬着后槽牙 双腿用力登车 懒得搭理他 傅老师看起来高高瘦瘦 重也是真重 好在不用骑很远 我拐了两个弯 就停了下来 傅礼大概是第一次 做这种事情 眼睛都瞪得比平常大一些 耳尖也红通通 他的白衬衫有些凌乱 肩头还沾了一块灰 不知道怎么蹭上去的 我抬起手想替他拍掉 恰好他也抬头看到了我 一心妈妈 我 他话没说完 我原本拍灰的手 一掌拍在了他身后的那堵墙上 傅老师 我更喜欢别人叫我阿子 傅礼后退两步 身体僵硬地靠在墙边 他眼神闪烁 看了我一眼 又撇向别处 这不太合适 我也不生气 盯着他温和的脸 突然恶向胆颠生 像傅礼这样的人 斯文 有礼貌 脾气也好 但原则性也很强 认定的是 不会轻易改变 我很好奇 这样的人 谈起恋爱来 会是什么样 傅老师 你有对象吗 傅礼的脸 蹭得一下通红 他将头扭到一边 薄唇涅如 没有 天哪 这是什么泼辣寡妇 欺负纯情少男的画面 我心里激动 想说句骚话 在刺激刺激他 却感觉右脚一阵抽痛 傅礼见我没了后话 恍惚的眼神才落到我身上 我表情猙獰 维持着刚才的姿势 一动不动 傅礼问我怎么了 我说脚点久了 抽筋了 壁咚一时爽 还是低估了我和傅礼的身高差 等我缓过来 傅礼的小脸也不红了 他嘴角微微上翘 似乎想笑 又觉得不礼貌 我有意逗他 反手抓住他扶我的手 直接抛出一句 足以让他面红耳赤的话 傅老师 我想追你 结果 他不按常理出牌 脸不但眉红 还变得煞白 不知道的 还以为遇见鬼了 不过他的表情 的确有点像见了鬼了 还是老色鬼 傅老师用最快的速度 甩开我的手 一言不发 就要骑上自行车跑 我眼疾手快 拖住他的后座 傅老师 你听我解释 傅老师头都不敢回 那个 依心妈妈 我学校还有点事 先走了 我力气没他大 眼看着就要拖不住 干脆一屁股坐上了后座 搂住了他的腰 那你一边骑车 我一边跟你解释 刚骑出去一小节的车 又被傅里猛地 捏住刹车停了下来 我一个没注意 脸就直戳戳撞上了他的脊柱 又恰好是鼻梁 这酸爽 让我流下了不争气的眼泪 傅里转头 就见我鼻尖通红 泪流满面 他在前面似乎如坐针毡 张了张嘴 不知道是要给我道歉 还是要我撒开他 即便是这样 我还是没放开圈他腰的手 傅里表情纠结 眉头紧锁 最后还是从兜里掏出一块手帕递给我 选择先给我道歉 现在我也闹够了 拿手帕擦了擦眼泪 拉着傅里解释 其实 我不是一心的妈妈 我是他小姨 傅里看我的表情更精彩了 我心里叹气 当时占我爸便宜时 也没想到后来会想占傅老师便宜 本来我只是想告诉我爸一声 让他离那个说天良王婆的慕容家远一点 现在不把傅里搞到手我都觉得白来一趟 于是我花了十分钟 把我是王一心小姨 当年我姐姐因为姐夫重病 需要治疗抛弃了王一心 现在姐姐姐夫都走了 留下一书一封 要我回来找他的过程解释了一遍 傅老师逻辑清晰 对不合理的剧情还会追问 我东听西凑半天 终于帮他把人物关系里清楚了 所以我姐现在走了 我可不就是一心的妈妈 恭喜我爸 又荣生为我的好大辙 傅老师 这事我可就和你一个人说了 你千万不能告诉一心 他刚刚有了妈妈 我低头不忍再说 手里的帕子被揉得皱巴巴的 这样闻者落泪 听者悲伤的故事 傅里应该能信了吧 他没说话 沉默了半赏 才点头说好 于是我又仰起头 死气白赖问他 那我现在能追你了吗 傅老师 傅里挤背僵硬 没接我话茬 只是登动了自行车 说是要送我回家 我不死心 搂他的手紧了紧 傅老师 别害羞呀 男为婚女为嫁 我跟你年纪相近 又这么投缘 简直天赐良缘 考虑一下拜 傅老师 傅里一声不吭 留给我一个躯黑的后脑勺 自行车像是喝醉了似的 在平坦道路上 歪歪扭扭前进 像某人失衡的心跳 我在后面看着他 红得低血的耳垂偷笑 则 还是骚话听少了 到了家门口 我跳下傅里的自行车 想请他进屋坐坐 结果人家一溜烟就跑没影了 脚下像登了两只风火轮 怕再慢一点就被逮进盘丝洞 我站在门口 看他冲进一片晚霞 风吹起他皱巴巴的衬衫下摆 我揪的 嘿嘿 妈 你没事吧 身后冷不丁响起我爸的声音 吓我一跳 我收起傻笑 心情愉悦地勾搭住我爸的肩膀 没事 进屋把乖儿子 这一年的我爸 还没有一米八 我搭他还不用点脚 这一年的太奶奶 也还是个精神绝朔的老太太 拿着扫帚追着我赶了三条街 老太太一个人含心如苦 把我爸拉扯到这么大 突然冒出一个自称是他妈的人 不接受也正常 天色渐黑 我蹲在马路边劝追上来找 我的老王先回去 我找个旅店先住一晚 他愁愁着不肯走 吞吞吐吐 老半天才别扭地问我 明天会不会去家长会 我想起我读书那会儿 从幼儿园到高中 每一次我的家长会 我爸都会准时出席 就算当天有天大的事 也风雨无阻 那时候我成绩可差了 他还是巴巴跑来 听班主任变着花样批评我 就冲这份妇女情谊 那我肯定得参加他的家长会啊 我爸得到我的答复 高高兴兴走了 也不问我有没有钱住旅店 我也没好意思找他要 可能做父母的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尊心吧 就在我纠结着是不是要睡大街时 一个人停在了我面前 要不说这缘分来了挡都挡不住呢 我蹲在地上 仰头对傅里笑 傅老师 方便去你家借宿一晚吗 傅里表情纠结 在我面前足足站了三分钟 最终还是把我捡回了家 我猜他在思考引狼入室的风险 以及预判在我对他动手动脚前 能不能第一时间制服我 傅里家就在附近 难怪能遇见 一个很干净的仪式一厅 所有物件像站岗似的排列得整整齐齐 我来得唐突 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只有一套 傅里把拖鞋让给我穿 自己赤脚踩在地板上 我跟在他身后进了厨房 看他把买回来的菜处理干净 然后有条不紊地炒了一荤一素 嗯 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男人真不错 我频频点头 但没想到这话说早了 青菜寡淡 猪肉没熟 排场挺足 居然是假把式 我端起两盘菜回厨房 用剩下的食材重新炒了两个 傅里有些不好意思地站在厨房门口 问我要不要帮忙 我说不用 麻利地炒完 不出十分钟就端上了桌 傅里似乎有些挫败 他炒两个菜花了半个小时 我见他微抿着唇 迟迟没有冻块 就安慰道 傅老师 没事 你想哈 你炒的菜 能看 我炒的菜 能吃 咱俩简直绝配 傅里好像对我的骚话 有了一定的免疫能力 他一言不发 加了一块紫辣椒炒肉 暗淡的眸光悄悄变亮 我抓准时机又给他加了一些 傅老师 喜欢吃就多吃点 他有些不好意思 我筷子地手紧了紧 抱歉 还要麻烦你做饭 没关系 我在你这里借宿 给你添麻烦了 我巴布的他不会做饭 不然怎么体现我的魅力 怎么心安理得赖在他家不走 怎么进水楼台先得月 想当年我八岁 王氏集团还是一个小破公司 一年亏了一千多万 我和我爸挤在三十平米的出租屋过年 我爸做的年夜饭难吃到土 那时候我就暗暗发誓 我一定要学会做饭 现在看来这门手艺还是值 饭后 傅里揽了洗碗的活 红着脸吞吞吐吐 让我可以先洗澡 我看着有趣 有种想把他扑倒 狠狠庆一口地冲动 结果刚往他的方向走了两步 他就转身进厨房 狠狠关上了门 如避洪水猛兽 我在门口待置了许久 转头去浴室照镜子 这脑门上 也没写禽兽两个字 他怎么就知道 我想干禽兽的事呢 我郁闷地洗完澡 才发现没有衣服穿 只能扯着嗓子叫傅里 叫到第三声 才听到门外 响起迟疑的敲门声 他一言不发 无声地问我要干嘛 我说我没有毛巾 也没有衣服 这次外面沉默的时间更长了 我都能想到 傅里站在门外 手足无措的样子 夏天气温高 眼看我身上的水汽都蒸发得差不多了 我还是决定放过他 傅老师 你帮我找一套你不穿的就衣服就行 门外停了三秒 才说 你 等一下 我等啊 等了大概十分钟 尸发上多余的水也 全部被我凝干了 他终于敲响了门 我开门伸出一只手 递给我的不是衣服 是一个袋子 里面有一套就衣服 还有一套新的 连标签都没撕的内衣内裤 粉色的 难怪这么久 应该是刚跑出去买的 小火能处 有事他真帮忙 我哼着小曲儿 套上戴着副理身上相似造脚位的衣服 又意外地发现 这是一套校服 短袖Polo山左胸的位置 有海诚意中的字样 原本想问问副理 是不是他的高中校服 结果从浴室出来 没看到他人 找到卧室才发现 他趴在书桌边挣月卷 副老师 我洗好了 我走到他身边 吓得他从椅子上立马弹了起来 屁股上装了弹簧似的 好 好的 他绕开我往外走 走到门口 又折返到衣柜边 从下面的抽屉翻出一条毛巾给我 要我擦头发 说完又要往外走 我眼疾手快拉住他 把拖鞋脱下来给他 穿拖鞋去洗澡 浴室很滑 他机械地穿上拖鞋 走出去的步伐 甚至有同手同脚的迹象 我目送他离开 赤脚走到他刚刚坐过的地方坐下 在地上留下一串湿漉漉的脚印 书桌前的老式风扇 摇头晃脑地吹 翻动了傅礼放在桌上的试卷 我边擦头发 边瞥了几眼 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 王一新 旁边有一个红彤彤的数字 一百 我爸 不是个学渣吗 傅礼洗完澡出来 我兴奋地抬起头 下一秒又失望地收起 逐渐变态的笑容 原本以为能看到美男出狱 结果美男全身 裹得严严实实 就差用口罩捂住脸 他掩饰性地清了清嗓子 站在门口不敢进来 客厅有吹风机 你把头发吹一下吧 我乖乖答应 等要吹的时候 又嚷嚷着手臂疼 然后眼巴巴看向他 傅老师 帮帮忙呗 傅礼走过来 接过吹风机 他修长的手指 穿过我的美意缕头发 动作散发着 小心翼翼的温柔 吹风机呜呜的声音 还有四周萦绕着的 洗发水味道 让我昏昏欲睡 打架不好 头顶响起傅礼的声音 我没太听清 仰头问他 他把我的脸轻轻摆正 重复了一遍 还跟我说打架容易受伤 对身体不好 而且我是长辈 我打架对王一新影响不好 可爱死了 我发现傅礼的碎碎念 会让人上瘾 他声音不急不缓 说话条理清晰 很难被讨厌 不过说起我爸 我又想起刚才那张满分试卷 傅老师 一直没来得及问 王一新成绩怎么样 傅礼关掉吹风机 进卧室拿出一个笔记本 颇有一种 要和我深入探讨一下 我爸成绩的架势 他把笔记本递给我 上面有一页 是关于王一新基本情况 家庭情况的记载 王一新数学很好 李宗也不错 但是英语和语文 还需要努力 瞅着笔记本记录的考试成绩 英语12 语文21 我差点没背过气去 凭实力碰运气 也不止这点分 我爸到底是怎么做到这种地步的 傅老师 那怎么办 我急了 记忆里 我爸只有高中文凭 没考上大学 不会就败在这两科上吧 在学习这方面 傅里终于找回了做老师的尊严 连声音都大了不少 他说 现在抓紧提分是一方面 另外还可以参加数学竞赛加分 我大手一挥就同意了 傅老师你放心 有我在 咱们肯定提分竞赛两手抓 当年我高三 成绩不太好 是我爸死逼着我补课 最后才勉勉强强考上了大学 现在是时候报仇 不对 报恩了 早恋什么的 就不要想了 就算适合我妈 也不行 我妈成绩也不好 两人好好学习不相吗 将来能少吃多少顿馒头 就咸菜 傅里很开心 他眼睛很亮 沉浸在教书育人的乐趣里 我见他开心 我也开心 抬起屁股凑到他面前 巴唧一口就亲在了他嘴角 傅老师 你也教教我呗 傅里将在原地 好半场没动静 我又叫了他一声 傅老师 他眨了下眼睛 呆呆地看我一眼 然后立马把我掀翻在了沙发上 站起身就往卧室跑 撕 我的脚趾头 不小心踢在了茶几上 他听到声音急忙转过头 眼里滑过一丝愧疚 站在原地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我揉着脚冲他白手 你跑你的 不用管我 色字当头一把刀 哎 傅里还真转身就跑进了卧室 我心里一阵跋梁 脚也不揉了 仰头对着天花板 停估着在傅里心里 一个吻到了什么伤天害理的程度 还没等我想清楚 傅里又走了出来 手里还拿着医药箱 他把医药箱放桌上 要我用红花油 揉一揉手臂和脚 我盯着他爆红的脸 傅老师 肩膀也痛 自己揉不到 怎么办 再斗下去 傅里可能承受不住了 可是不斗 我又忍不住 他僵硬地站在原地 两手握拳 对我提出的问题 给不出答案 我咧嘴一笑 逗你玩那傅老师 我自己来就好 谢谢你 还是不能把人逼得太紧 兔子急了也咬人 傅里这只小兔子 也只能慢慢引诱 他双拳放开 狠狠松了口气 交代我再掌心 热一热再揉开 我嫌麻烦 懒得动 其实不图也没事 反正我都习惯了 过几天就好了 可是傅里很坚持 一副我不擦 他就一直盯着我的样子 我倒是乐意 就是有点犯困 况且我俩明天 都要开家长会 所以只能妥协 拉下衣领 露出左边肩膀 傅里迅速转身 匆匆进了卧室 再也没出来 我擦好要去敲他的门 傅老师 我睡哪里 傅里打开门 手里抱着一个枕头 他摘了眼镜 眼睛显得更漂亮 你睡卧室 我视线越过他 看到了房间里转动的风扇 还有床上的凉席 他把凉快地儿让给了我 自己要睡沙发 傅老师 客厅没风扇 也没凉席 会很热 傅里表示没关系 测过伸药出去 我拉住他 傅老师 要不你在卧室打个地铺吧 他不肯 说不合适 我向他保证不碰他一下 离他一米远 他急忙解释 不是这个意思 意思就是 我可以碰你很多下咯 我歪头打去 傅里呼吸一致 张了张嘴 半赏没出声 对于我这样的女流氓 他可能也是活久见 最后 他还是转身 进卧室打地铺了 我把凉席让给了他 五月的天气不那么闷热 风扇慢悠悠地转动 我趴在床檐边看傅里的脸 越看越觉得好看 他把地铺安置在了 离床最远的位置 我在床檐伸手都碰不到 傅老师 我叫他 他板正地躺着 双眼紧闭 长而浓密的睫毛 微微颤动了下 我不说话了 只一个劲地盯着他瞧 直到他自己忍不住 睁开眼睛 问我怎么了 傅老师 你真好看 傅里薄唇威敏 转身背对我 晚安 我盯着他的背影问 傅老师 咱俩的事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傅里装死 第二天早上七点 我被傅里叫醒 爸 让我再睡十分钟 我迷迷糊糊翻了个身 以为是我爸 叫我起床上班 床边的人没了动静 我猛地睁开眼睛 觉得事情有些不对 我都已经穿越了 哪里来的爸爸 傅里站在床边 已经穿戴整齐了 他身材齐长 穿着最简单的短袖衬衫 和米色长裤 干净清爽 文质彬彬 我的妈 为什么一个老师 要帅成这样 这是我睁眼 就能看到的吗 我从床上坐起来 盯着傅里的脸 认真瞧 傅老师 你脸上有东西 傅里摸了一下 没摸到 我让他弯腰凑近点 他毫无防备地弯腰 将脸凑到了我面前 轻烈的薄荷味 笼罩了我的呼吸 我难得一见得 老脸一红 心惊摇曳 我双手捧起傅里的脸 快速在他脸颊上亲了一下 然后跳下床 赤脚飞奔进了洗漱间 再出来时 傅里已经摆好早餐 在等我了 洗手间门口 放了一双新的粉色拖鞋 似乎是特地为我准备的 我又想起洗漱台上 新的牙刷和毛巾 应该都是傅里今早出门买的 我穿上鞋 走到餐桌边坐下 仔细打亮他的脸 傅里低垂着眼帘 快吃吧 要凉了 我看着他眼帘下浅浅的黑眼圈 拿起一个馒头撕了一小块扔嘴里 傅老师 你昨晚是不是没睡好 傅里神色有些恍惚 反应了一下才否认 我心里偷笑 吃完早餐 跟着傅里出门 去学校开家长会 给自己爸爸开家长会是什么感觉 只能说爸爸的快乐 你想象不到 我坐在傅老师的自行车后座 带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那就是一定要把我爸 我妈培养成才 路上经过一家早餐店 店里老板娘热情地冲傅里打招呼 嗓门特别大 哎呦我说 今天傅老师怎么买这么多早餐 原来是有对象了 傅里转过头 我赶紧一手搂住他的腰 一手冲老板娘打招呼 我叫王子 大家好 既没有否认 也没有承认 自行车的行动轨迹稍微偏了一些 我两只手还住傅里的腰 感受到布料之下的温热 傅老师 大家都觉得我们般配 你什么时候给我一个名分呀 傅老师不理我 加快了车速 到校门口正好八点 学生们陆陆续续走进校门 我从傅里车上跳下来 正好我爸也到了校门口 他兴冲冲跑过来叫我妈 又叫傅老师 神色奇怪 你俩怎么会一起来 我还没张嘴 傅里已经抢先一步 恰好碰到了 我爸胡怡的眼神 在我和傅里之间穿梭 然后揽住傅里走到前面 以我完全能听见的悄悄话问 老傅 你不会看上我妈了吧 傅里脚下顿了下 插开话题 昨天说的检讨你写了吗 我在后面偷笑 傅里啊 就算不喜欢我 也对我感兴趣 不然就冲我亲他那两下 他可能早就报警了 恰好路过宣传栏 我转头又看到了傅里的名字 他被评为今年的优秀教师 还有最受学生欢迎老师 优秀呢 我早就见识过了 受欢迎呢 我今天也算是见识了 傅里从校门口 一路走到办公室 向他问好的学生和老师 就没有停过 特别是有几个年轻女老师 看着傅里的眼睛都泛光 我挤到我爸和傅老师之间 傅老师 我儿子的成绩 还要请你多多帮忙 妈 我成绩挺好的 我爸嚷嚷着不服气 带着年少时意气风发的傲慢 我一掌盖在他的后脑勺上 按住他的脑袋 好什么呀 英语语文还没人家一个零头 你还好意思说好 我爸转头看向傅里 眼里充满控诉 老傅 家丑不可外扬你知不知道 出了教室就不能说成绩 一家三口即是赶出来了 臭小子 我是你吗 我是外人吗 我抬手就想拍他的脑门 他弯腰躲过 跑到了我们前面 就像每一次我爸要揍我 我也会跑 他就在后面追 风水轮流转 现在轮到我追他了 我跑过去追他 一路追到了教室 他在门口停了下来 我上去啪一下就拍他后脑勺上 看你能跑哪儿去 他转过身 面露尴尬地 冲我使了个眼色 我心里有不好的预感 扒开他看向里面 教室里鸦雀无声 位置上没有学生 全部坐的家长 此时 这些家长都齐刷刷 看着我和我爸 我爸背对着教室 拍了拍我的肩膀 压低声音 告诉我他坐在最后一排之后 就溜至大吉 我站在门口不知所措 扯起嘴角 充满教室的人挥了挥手 嗨 各位叔叔阿姨 到得挺早哈 在更加射死之前 我踩着小碎步 溜到了最后一排 那里有两个并排在一起的空位 我看也没看一屁股 就坐了上去 副理这时候也进了教室 他一手拿着木制的直尺三角板 一手拿着教案 走上讲台 现在是早上八点 太阳从东南方向穿过门窗 落在他身后的黑板上 他立在光影中 拿起粉笔 在黑板上写下几个苍净有力的字 转身勤着笑向大家问好 则 我们家傅老师 谁看了不夸一句好 我的视线射不得从他身上挪开 连身边坐了个人都没反应过来 直到他凑到我耳边 压低声音问 这是高二一般吧 我侧过头 差点没被眼前的大花衬衫闪瞎眼 小火花衬衫 牛仔裤 再加衣裳擦得正亮的皮鞋 还梳着大背头 走在潮流的最前线 他看我没回应 又自己翻了翻桌肚里的书 确认飞页上的名字之后 才输了一口气 总算赶上了 傅老师还在做高考动员讲话 我瞅着眼前时尚的弄潮儿 实在好奇 悄悄凑过去问他 兄弟看着年轻 就当爸爸了 他你着眼白了我一眼 你才当爸爸了 我有这么老吗 我是给我妹妹开的 我又问 衣服哪儿买的 还挺好看 这下他热情来了 凑到我边上跟我讲 他这是香港货 还问我要不要买 我闲着无聊 就跟他多聊了几句 最后还聊到了副里 你知道傅老师什么来头吗 他声音压得更低了 我又往他那边凑了凑 一道若有四无的视线 落在我身上 等我抬眼去看的时候 又消失了 弄潮儿说 这可是当年从这儿出去的高考状元 听说还是个数学天才 他说到这儿 傅老师刚好讲完 接下来是家长的单独会谈 他跟我打声招呼说 有事就风风火火溜了 我百无聊赖 翻着我爸的桌度 发现一些小纸条 像是和同桌写的 我看得津津有味 一边看一边骂我爸直难挨 大概半小时之后 终于轮到我和傅老师的独处时间 教室隔壁有个小房间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 傅老师正在本子上 写写画画 亲爱的傅老师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他不理我 示意我在他对面坐下 我坐下 他还是不说话 写完一页 又开始写下一页 我歪头趴在桌上 从上而下 看到他微敏的唇 好像心情不太好 傅老师 傅里停下手里的笔 终于舍得抬眼看我 你先出去吧 王一新的情况 我已经和你说过了 我挑眉 趴在桌上没动 伸出食指和中指立在桌上 缓缓靠近他 拿着钢笔的指尖 傅老师 你好像不开心 他拿钢笔的手紧了紧 将手挪开一些 没有 死鸭子嘴硬 我的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得寸进尺地 将食指搭在他白净的手腕上 轻轻骂撒他突出来的骨头 傅老师 你是不是吃醋了 傅里的手抖了一下 我笔的手更紧了 最后干脆放下笔 把手放在了桌下的膝盖上 他轻咳一声 挤背僵直 不要开玩笑 明明已经节节败退 却依旧不肯举手投降 我站起来 坐时要走 既然如此 那我再出去聊聊天 他跟着起立 带倒了身后的椅子 我回头 恰好看见他眼里一闪而过的急切 紧接着他又别开脸 慌张地扶起椅子 我好整以侠地看着他 在他直起身之后 扑进他怀里 伸手捏了捏他的脸颊 还往外轻轻扯 傅老师 别吃醋了 我最喜欢你了 他被我撞得往后退了一步 下意识扶住我的背 等站稳后 看着我沉默了几秒 然后把我从他身上扒开 打开门扔了出去 哦 不得了了 好脾气的傅老师 也有脾气了 不知道是生气还是害羞 反正不是粘酸吃醋 我笑得更加明媚 凑上去敲了敲紧闭的门 傅老师 我先走了哈 打完招呼 我也没什么事 瞎晃了一会儿 又拿出今早向傅老师 借的二十块钱 坐公交去了我爸和太奶奶家 还是昨天那个弄堂 老太太在院子里晒太阳 我在门外偷偷摸摸 看了半天 没敢进去 主要想看看那扫帚在不在他附近 门外的 跟贼似的 瞅什么呢 还不滚进来 叫我 我左右看了看 这儿也没别人 只好微微缩缩推门进去 堆着笑 凑到老太太一米远的位置 向他问好 老太太冷哼一声 躺在摇椅上 眼睛都没睁开 楚这儿干嘛 自己不铺床 还指着我给你铺 我眼前一亮 老太太这意思 是不赶我走了 那还等什么 我二话不说 冲进屋转了一圈 找到一个空屋子 棉被床单都准备好了 收拾一下就能住 嘖嘖 老太太 刀子嘴豆腐心 我哼着小曲儿开心铺床 老太太路过看了一眼 对我嘚瑟的模样颇为不满 要不是看在我活不了多久 一心没人赔的份上 你哪凉快哪待着去 感情我还是沾了我爸的光 我咧嘴冲他笑 您一定能长命百岁 老太太回忆我冷笑 也不让你白住 生活费自己出 还有一心的学费 你也得出 我倒吸一口冷气 摸了摸兜里 还剩下的十多块钱 怎么 你想白吃白住 还是不想养儿子 老太太瞪我 大有我要是敢说 一个不字 立马就把我扔出去的架势 我磨磨蹭蹭 支支吾吾半天 硬着头皮点了头 养 我养 我这哪是养儿子 我是养亲爹 晚上 我和老太太等到太阳下山 都没见我爸回来 老太太一边骂骂咧咧说 我爸放学总是不知道立马回家 一边又拿碗给我爸留足了饭菜 等老太太睡了 我提着他上次赶我用的扫帚 坐在了大门口 我倒是要看看 我爸这臭小子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结果爸爸没等到 等到了几个叼着烟的小混混 为首的额头上还带着伤 我默默拿起身边的扫帚 你们想干嘛 为首的说让我跟他们走一趟 否则进去砸了这破地方 考虑到老太太年纪大 经不起下 我拿起的扫帚又放下 仰起下巴拽上天 让他带路 其实内心慌得一批 后悔昨天下手太重 那几个人带着我七拐八绕 到了一个昏暗没人的角落 就一把将我的两只手抓住了 为首的大哥哼哼笑 扔掉手里的烟 拍了拍我的脸 昨天打架不是很拽吗 再拽个试试 我咬咬牙 忍着骂娘的冲动 对他笑 大哥 我错了 我给您道歉 那人猥琐地盯着我上下打量 我不要你道歉 你陪哥几个一晚 这事就算过去了 说完 几个人不怀好意地哈哈大笑 我愣了一下 笑得更加谄媚 还给他抛了一个媚眼 嗨 就这事 大哥您早说呀 几个男人对视了一眼 没想到我答应得这么快 我趁热打铁 捏着嗓子叫哥哥 让他们松开我 几个人虽然迟疑 但还是放开了我 我靠近那个围首的男人 两只手圈住了他的手臂 哥哥长 哥哥短地撒娇 哥哥 这个地方好黑哦 人家好怕怕 可不可以找个旅店呀 他被我叫得晕晕乎乎 带着我就往巷子外面走 早这样不就好了 还打什么架 妹妹细皮嫩肉伤到了哥哥多心疼 贤猪手还想摸我的手 被我不着痕迹躲开 巷子里除了我们空无一人 偶尔有几声狗吠 终于 到了有路灯的亮堂地方 我攥住那混混的手臂 停下脚步 哥哥 我给你变个魔术 我走到他面前 手指划过他的胸膛 他看着我的眼睛发直 后面跟着的几个 还咽了咽口水 我对他微微一笑 膝盖用力撞向他的两腿之间 公报鸡丁 只听一声响彻云霄的哀嚎 惊起了满巷子的狗叫 我转身撒鸭子狂奔 后面的人一边暴粗 一边追上来 我劈了命往前再向子里转圈 晚风呼呼从我耳边吹过 汗水浸湿了我的前胸后背 我的视线逐渐模糊 但又不敢停下来 到了拐角处 刚想抬手擦汗 就被迎面而来的白影 撞倒在地上 两人都发出痛呼 我从地上坐起来捂住头 下意识往身后看 那群人没有追上来 我这才转回身 急急喘气 抬眼却看到 站在一米之外的我爸 他也瞪大了眼睛 妈 我看到他 一直强冲着的泪线 立马破防 嘴一扁就对着他大哭 爸 呜呜呜 他眉头一皱 走过来蹲下 妈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我双手双腿都在颤抖 扑进他怀里 哭得更大声了 我踏马不是你妈 小时候 我也很喜欢躲在我爸怀里哭 他总会轻轻拍我的背 给我哼歌 现在 他也轻轻拍着我的背 跟我说 妈 老父 好像被你撞晕了 我和我爸把父李送去了医院 结果医生对我们翻了个白眼 还好来得早 再来晚点人都该睡醒了 意思是说 父李其实是睡着了 我爸摸着后脑勺不理解 他为什么困成这样 我看着他眼底的黑青 默默往后退了一步 谁能想到 某人被我聊了一下 一宿没睡 为了不让我爸发现猫腻 我没敢透露父李的住址 又和他合伙 把人给背进了自己家 折腾一路 也没把人折腾醒 傅老师不仅教学质量高 睡眠质量也很高 到家后 老太太被我们惊醒 起床迷迷邓邓出来 扫了一眼躺在我床上的父李 你男人 恰好我爸不在 我犹豫了一下 点头 嗯啊 老太太转身走了 嘴里还嘟嘟囔囔说好白菜被猪拱了 灵了又转头 告诉我 衣柜里还有备用枕头 我爸进房间的时候 我刚拿出枕头 摆在副里旁边 他刚洗完澡 抱着凉洗枕头站在门口 用眼神询问我在干嘛 我不动声色地解释 枕头是帮他拿的 他说不用 让我抱着枕头去他房间睡 他在这儿打地铺照顾傅老师 我磨磨蹭蹭拿着枕头到门边 不肯再动弹 儿子 你明天还得上课 还是我来吧 他不肯 飞腰把我往外拉 我俩推拉之间 他一个没站稳 就被我推出了门外 我眼疾手快甩上门 反锁 一气呵成 我爸在外面敲门 语气里透露着一丝急切 妈 你别打傅老师主意 原本 我还有一丝丝羞耻感和心虚 毕竟我一开始 以为我爸要照顾傅老师 是顾及我的名声 没想到 他顾及的 是傅老师的名声 我对外面吼了一声 我打地铺 我爸终于安静了 我甚至能听到 他狠狠输了一口气 什么态度 偏见 全是偏见 他们怎么就知道 一定是我占腹里便宜 我还就是 等听到我爸关门的声音 我立马把枕头 又放回了他身边 有便宜不占 我又不是傻子 洗完澡后 我爬上床 侧身躺着 一手撑着头 一手吁吁描绘着他的眉毛 眼睛 鼻子 嘴唇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 仔细地看傅里 他额头饱满 眉眼柔和 有一种国泰民安的感觉 让人看了就心生欢喜 兴许是今晚跑了太久 没多久 我也打了个哈欠 开始犯困 我搭拉着眼皮 额头轻轻抵在傅里尖头 彻底陷入了黑田的梦乡 直到一声巨响 把我惊醒 刺眼的阳光 从梅拉岩石的窗帘外照射进来 我皱了皱眉 往床里面滚了一圈 不对 傅老师呢 我睁开眼坐起来 转头看到傅里正以一个非常扭曲的姿势 从地上爬起来 她的腿还在床檐 也就说 她是下床的时候被绊倒了 然后身体先着地了 我看着她慌慌张张直起身 赤脚站在床边 愣了两秒后 又急忙转身背对着我 最后干脆往门口而去 我趴在床檐 双手支着下巴笑问 傅老师 你不想负责 傅里刚要碰到门柄的手颤抖了一下 收了回来 她转身看我 一点也没犹豫就回答 我 我会负责的 我又问 那你想怎么负责呀 傅里又不说话了 良久才走到床边 蹲在了我面前 借着窗帘外的光线 我看到她鲜艳欲滴的耳间 还有她真诚的眼神 我没有长辈 也没有亲戚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现在就可以登记结婚 结 结婚 就这么一想不到的被求婚了 我重复了一遍 原本只是想看看 她会不会答应和我在一起 没想到平时看似保守的傅老师 直接放大招 直通大结局 这会儿她不害羞了 似乎已经打定主意 负责到底 她一本正经地看着我 薄唇腼腆地抿了抿 是不是太早了 时间你定也行 我凑到傅里面前 双眼一眨不眨 盯着她漂亮纯粹的眼睛 傅老师 你喜欢我吗 傅里愣了下 没有及时回答我的问题 我已经伸出食指 抵着她的额头 将她推远 傅老师 我开玩笑呢 咱俩就躺一起睡了一觉 什么负不负责的 虽然我很喜欢傅里 但是在她没有很喜欢我之前 我才不要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 傅里听到我是开玩笑 原本还算镇定的表情 又开始变得局促 她向我道歉 表示是她太唐突了 顺便委婉地批评我说 不能拿婚姻大事开玩笑 我就喜欢看她不知所措的样子 傅老师 你是不是还挺想跟我领证的 她知道我在逗她 没回答我的问题 开门出去了 我也起了床 出了卧室就看见 我爸坐在餐桌上 嘴里啃着馒头 眼神在我和傅里之间勋循 傅里坐在餐桌上 老太太一个劲往她碗里夹东西 嘴里还念叨 这么年轻 可惜了 紧接着她又转头对我爸说 一心 愣着干嘛 叫爸爸呀 后爸也是爸 不能不懂规矩 我嘴里含着的一嘴牙膏泡泡 差点没喷出来 我爸眼神古怪 跟老太太解释 傅里是她老师 老太太混沌的眼睛都清明了些 你妈和你老师搞在一起了 傅里差点被一口舟呛到 别开头疯狂咳嗽 脸都憋得通红 我爸哑口无言 无声询问我到底什么情况 老太太也指着傅里问我 你昨天不是说这是你男人吗 桌上三个人的表情各有各的奇妙 我含着满嘴的泡泡干笑 我就跟您开个玩笑 我爸和傅里缓了口气 老太太脸色难看地瞪了我一眼 放下筷子出门去了院子里 步履盘山地边走边骂 现在的年轻人 我们仨面面相去 气氛多少有些尴尬 我吐掉嘴里的泡沫 坐上餐桌招呼傅礼和我爸快点吃早餐 等下还要去学校 我爸悠悠道 今天周六 这么说 我昨天把我爸赶出房间的借口 完全不成立 我掩饰性摸了个包子啃了一口 厚着脸皮含糊道 那正好 让傅老师帮你补习 然后 我又把前天晚上 在傅里家了解到的数学竞赛的情况 和我爸说了一遍 总结一下就是 如果我爸能拿到数学竞赛第一名 语文英语提到及格线 就可以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 但我爸好像兴趣缺缺 傅里紧接着又补充了几点 近几年的高考形式 以及我爸的优势 大学发展前景 甚至扯到了职业生涯规划 可我爸依旧无动于衷 他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表示 现在这样挺好的 他不需要补课 想起我爸因为不懂英语 被合伙人联合国外客户忽悠的惨样 又想起他因为文凭低 被那些所谓上流人士 看不起的场景 我一掌拍在桌上 王一新 你到底想干嘛 我爸丝毫不退让 扬起脖子和我对视 考上好大学 就一定有出息吗 我的青春 不是用来考试学习的 我被他的理直气壮 噎了一下 一时没回答上来 这么中二的话 怎么这么耳熟 依稀记得 我当年高考前 和我爸闹翻 也是这么和他说的 我还傻愣愣地对他说 青春就是用来挥霍的 现在 也算一报还一报 很多时候 我总以为 我爸生来就是我爸 现在才知道他年轻时 也不过是一个中二叛逆少年 他走过很多弯路后 成了我爸 只是想告诉我 洁净在哪 正如我现在想告诉他洁净一样 如果他不听 那我只好转身 抄起放在角落里的扫帚 正如他当年扬起的巴掌 不同的是 他当年没舍得打我 而现在 我还真想体会一下 奏爹是什么感觉 你到底学不学 我用扫帚指着他 傅礼已经拦在了我俩之间 不学 我爸也站了起来 往后退了一步 傅老师你让开 我今天非教训他不可 我往前一步 老傅你让开 我看他能把我怎么着 我爸往后退一步 傅礼家在中间左右为难 一会儿劝我动手 只会激发孩子的逆反心理 一会儿劝我爸有事 和妈妈坐下来谈 三个人饭也不吃了 直接隔着饭桌拉扯起来 老太太听到动静走了进来 端起为人民服务的茶杯 喝了口茶 笑我们一家三口 真有意思 他在旁边看了会儿戏 又觉得没意思 最后等我们三个 都精疲力尽停了下来 才慢悠悠道 多大点事 不就是为了那小姑娘 小姑娘 我转头看老太太 下意识想到了我妈 老太太放下茶杯 走到桌边收拾碗筷 嘴里也没停 她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一心啊 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 人家姑娘心思不在你这儿 好好读书 比啥都靠谱 我爸听了这话 瞬间颓废了 老实了 低着头粘粘硬了一声 这也行 明明我威逼利诱 用尽方法 都没让她点头 老太太就提了一嘴 小姑娘 她居然就答应了 我仿佛吃到了 什么了不起的瓜 凑到老太太面前 帮她一起收拾碗筷 让她多透露一点 我爸不是喜欢我妈来着 老太太的意思 难道是我妈 其实不喜欢我爸 那为什么之后 他们会结婚 还生下了我 我在脑补了一场大戏 迫切地想知道 这段父母爱情故事 我爸从来没和我讲过 我只记得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爸应酬很多 也很能喝酒 喝完了 就回家撒酒疯 只有那时候 她才会提起我妈的事情 但由于时间太过久远 说的什么 我差不多都忘记了 老太太 抢过我手里的碗筷 撂下一句 问她自己就进了厨房 我又把八卦的视线 转移到我爸身上 他还在微米之中 头也不抬 其实不难分析出 按照我爸 现在十七八岁的脑子 不肯学习的原因 只有两个 游戏和女人 我眯起眼睛 盯着她问 王一新 你不会是想和刘洁 考一个学校 所以才不肯 好好读书的吧 傅老师说过 我妈成绩不好 原本只是 乍一乍我爸 没想到她 直接点头承认了 还说 他们俩有约定 我眼前一黑 想到我爸 满分的数学试卷 我冲到他面前 揪住他的衣领 冲他咆哮 你清醒一点 女人只会影响 你拔刀的速度 我爸反应过来 疯狂反抗 我们俩又宁坐一团 忽然 有人从后面 揽住了我的肩膀 紧接着 我就被一股大力 抱了起来 我还没反应过来 人已经被傅礼 抱出了 离我爸老远 公主抱那种 我猛猛地抬头 看到她优越的下河线 傅老师 你干什么 她的喉结上下滑动着 像是在对我 发出邀请 就在我反手 要搂住她的脖子 靠近她的肩膀时 她又把我放了下来 原本还想说两句骚话 抬眼却看见傅老师薄唇紧敏 眼尾下沉 表情不似平常温和 我刚张开的嘴又闭上了 傅老师严肃起来 就像变了个人 斯文清冷 带着距离感 一点都不可爱 她把我爸叫到了院子里 两人坐在了院子外 高高的门槛上 我跟在后面偷听 没想到傅老师 把自己的身世 跟我爸讲了一遍 傅里和我爸一样 也是孤儿 不同的是 我爸还有奶奶陪着 傅里在孤儿院长大 原本她的命运是 读完小学就去卖报纸 卖完报纸就送牛奶 然后在垃圾厂捡一些破铜烂铁 吃一顿饱饭 但幸运的是 她读书很用功 再加上一点天赋 初中 高中学校都给她免除了学费 每年还有奖金和补助金 她靠这些钱 拿到了国内顶尖大学的毕业证 最后 她拒绝了更好的工作机会 回到学校 为学校培养更多的人才 帮助更多的贫困学生 我站在他们身后 看到傅里的背影 虽然很瘦 但却挺拔 而我爸的肩膀显得单薄稚气 不像我记忆里的宽厚 傅里最后教育我爸说 学习好坏 的确不能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但是更高的学历 可以给你做更多事情的底气 如果有一天 你和他生活窘迫 你会后悔今天的决定吗 我爸听了没说话 我凑过去搭住他的肩膀 小女生其实都喜欢成绩比自己好 聪明帅气的学霸 懂 她白了我一眼 站起来边往屋里走边说 少啰嗦 学就学 林了还赌气式地加了一句 刘洁肯定会笑话 我是个书呆子 我扭着脖子 冲她的背影吼 拜托 认真学习超酷的好吗 她用摔门声回应我 我无趣地把脖子扭回来 却意料之外地闪到了 痛得我当场倒吸一口冷气 抬手一把抓住了旁边腹里的手腕 她问我怎么了 我一手扶住脖子 因为太痛 流下的鳄鱼眼泪 刚好砸在我握住的她那只手上 她像是被烫了一下 抽开手扶住我的脖子 轻轻替我揉捏 我感受着 她温热的手掌和指腹 在我的脖子上游走 眼镜还不忘 时不时扫过她的脸色 傅老师眉间微脸 眼底藏着细碎的温柔 表情不像刚才那么严肃 我心里也犹如春风话雨 一朵朵小花 从心底开到眼角眉梢 最后绽放在嘴角 傅里揉了一会儿 看到我的傻笑 慢慢收了手 我直接伸手搂住她的脖子 扑进她的怀里 傅老师 我好喜欢你啊 傅老师暂时不愿意向我告白 她面红耳赤 把我从身上扒了下来 转身找我爸聊补习的事去了 我在院子里无所事事 被老太太嫌弃 游手好闲 让我出去找活干 否则这个月生活费交不上来 就把我踢出家门 我只好又晃荡到街上 找找有什么正经的 短时间内发财的机会 比如捡钱 溜大了小半天 钱没捡到 工作也没找到 我没有身份证 连饭馆里的收银员 都应聘不上 接近晨午 我寻思着先回家吃个饭 一路稀溜着冰棍 刚走进巷子 就看到一对小情侣 在某个死胡同里亲亲 女孩子把比自己高一节的男生 按在墙上亲 嘖嘖 我狠狠啃了一口冰棍 差点没把牙冻掉 下意识撕哈出声 小情侣听到动静 亲也不亲了 扭过头来看我 我本来想溜 看到女生的脸之后 又把抬起的脚放下了 妈 妈 妈呀 什么黄道吉日 出个门都能看到 我妈在和别的男生 亲亲我我 而且男生的颜值 还和我爸不相上下 忽然感觉我爸头上绿油油的 我妈看到我也很惊讶 她尴尬地叫了我声阿姨 我举着半根冰棍 还在犹豫是走还是留 那个男生比我先一步 甩开我妈的手 丢下一句 不要再找我就走了 怎么说 我妈当着我的面 被别人甩了挨 男生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 我甚至有那么一瞬间 想拉住他掰着一下 我妈到底哪儿配不上他 居然敢甩我妈 紧接着 我又反应过来不对 看我妈还想追上去 立马拦住了他 刘洁 你竟然敢早恋 早恋就算了 居然还不适合我爸 原来 我爸 只是我妈的备胎 当初 他还说他俩互为初恋 从校服到婚纱 我真的信了他的鬼话 我妈看追不上男生 无奈地停下来 对我有些不耐烦 阿姨 我已经十九了 谈恋爱不犯法吧 阿列 我不知道 我妈比我爸大 那 那你也还在读高中 好好学习才更重要 我赶把八队回去 他敷衍地冲我笑了笑 告诉我他 马上就要毕业了 我之前一直误以为 我妈和我爸是同级 没想到 我妈居然比我爸高一级 马上就要高考了 那不正好学习 我抓着我妈 把我爸要补习的事情 讲了一遍 顺便邀请他 一起来我家补习 并且单方面决定 不收补习费 我还告诉他 情场失忆 就要考场得意 可惜他不听劝 破罐子破摔 说反正只有一个月 就高考了 学不学都一样 他绕过我 追着那个男生 刚刚离开的方向去了 就像当年离开我爸 和我一样 看着他的背影 我眼前有一瞬间的恍惚 原本已经久远模糊的事情 忽然清晰起来 当初我还很小 我爸带着我住在一个大院里 他事业刚刚起步 每天早出晚归 只能托邻居阿姨照顾我 院子里聊天的时候 偶尔会聊起我爸 大人们都摇摇头说 这么年轻一个人带个孩子 可惜了 他们说 王一心对刘洁多好呀 刘洁铁实心肠 旧情人一回来 就抛家弃子 跟着旧情人出国了 他们还说 刘洁出世 是活该 原来 当初是我妈 抛弃了我和我爸 只要想起一件事 很多尘封已久的 或者以前 没有注意到的记忆 都慢慢在脑海里铺开 在后来那些 我们爷俩相依为命的日子里 我爸既当爹又当妈 应该很辛苦吧 心里琢磨着这些事 我开始每天盯着我爸发呆 然后出去晃悠一圈 寻找工作机会 回来之后 又盯着我爸瞧 我爸被我盯得发毛 每天老老实实 放学之后 跟着副理补两个小时课 才回家 周末哪都不去 等着副理上门补课 要不说副老师是学霸 我原本让他直补数学 没想到 人家说高考要全面发展 硬生生拉着我爸 把英语和语文也给补了 我爸死不情愿 捏着鼻子啃高考 必备文言文 又是一个周末 我们仨同时在院子里的 阴影处成凉 他背书 副理批作业 我躺在老太太的摇摇椅里 吃副理带来的西瓜 我爸把语文书往桌子上一盖 深吸一口气 像是做好了心理准备 才抬头看我 妈 你都用这种眼神 盯着我两个星期了 说吧 什么事 副理也从一堆的试卷中 抬起头来看我 我督着红唇伸长脖子 在他俩的注视下 吐出一颗西瓜子 恰好落进不远处 老太太种的小葱里 那里已经有一堆西瓜子了 副老师眼里有笑意 他端坐在老旧木房子的屋檐之下 手下压着的卷子 因为穿唐风掀起一个脚 明明什么都没做 就帅成了一幅画 我老脸一热 把手里的瓜往副理的方向递了递 副老师 吃瓜吗 属实是我爸自作多情了 副老师一旦来了 我哪儿还有心思盯着他看 副老师没接我的瓜 只是让我爸休息一下 我爸欢呼一声 一屁股坐到我旁边的小凳上 拿起一块西瓜 开始学我表演徒子 他不知道 这个玩法 其实是他教给我的 我瞅着憨瓜一样的老王 很难想象 以后他会因为 慕容集团的一句天良王破 而被逼得跳楼 虽然他白手起家 不像慕容集团是地头蛇 但是也不是一朝一夕说 破产就会破产的 当时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们家破产的时候 我只是在公司挂了个职 虽然现在我已经在让我爸 努力学习换个人生 但也不排除二十多年后 重蹈覆辙的可能性 你认识姓慕容的吗 我试探性地问我爸 唯一的办法就是告诉我爸 这辈子也不要和姓慕容的接触 他撅起地嘴顿了下 点点头 我同桌就姓慕容 你问这个干嘛 我瞳孔稍稍放大 手里的西瓜皮险些没拿稳 我爸那同桌是个妹子 可慕容集团的总裁是个男人 我脑海中突然浮现了 那个大背头 花衬衫的弄潮儿 不是吧 想找的人 居然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我曾经一度不理解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恨 让慕容集团对王室赶尽杀绝 王室并不是慕容集团的竞争公司 两家甚至有一些合作关系 现在更加不理解了 弄潮儿看起来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爆发户 而且对妹妹很好的样子 难道我爸在学校欺负他妹妹了 所以他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我西瓜也没心思吃了 抓着我爸盘问 王一新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在学校欺负人家了 我爸满嘴西瓜汁 给了个白眼 我欺负他干嘛 就一个成天只知道学习的小书呆子 有什么好欺负的 他把西瓜皮往垃圾桶里一扔 磨磨嘴又坐回到语文书面前 我不大信任地盯着他 想起上次家长会看到的一些小纸条 女生的字娟秀可爱 让我爸不要开小差好好听讲 我爸龙飞凤舞回复三个字 少管我 又凶又直男 似乎看出我的不信任 他朝傅老师弩了弩嘴 不信你问老傅 我什么时候欺负过慕容夏 傅里扶了扶眼镜 慕容夏是我们班学习委员 平时很文静 的确没听说他俩有矛盾 不过 我爸摊开书 你突然问这个干嘛 我沉默了一下 把手里的瓜皮 抠出一个又一个指甲印 也没什么 就是昨天出门 遇见一位大师 大师掐指一算 说你这辈子 不能和姓慕容的 有任何瓜葛 否则财运不济 唯物主义解释不清楚的 那就只能交给玄学了 反正 让我爸远离一切 跟慕容这个姓氏 有关的人和事就对了 我爸和傅老师听完后 没什么反应 非常默契地 低头干手头上的事 傅老师没反应我理解 为什么我爸也没反应 我不死心 凑到他边上 扯开他的书劝他 儿子 要不你换个铜桌 换个铜桌 就财运亨通 结果他说我庸俗 世界上比钱重要的事情 多了去了 我万万没想到 我爸年轻时 也是一个 使金钱如粪土的 骄傲青年 这和我印象中 那个告诉我钱 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 是万万不能的的王总 好像不是同一个人 想起那个 一把鼻涕一把泪 嚷嚷着破产要跳楼的某人 我劝他再考虑一下 否则真的会后悔 他让我走开 不要打扰他背书 傅老师也劝我说 算命是封建迷信 要相信唯物主义 我一言难尽 有口难言 只好退一步 叮嘱我爸千万 对他同桌好一点 不要欺负人家 他敷衍地点头 继续埋头啃书 这段时间 他好像更加喜欢学习了 一开始不情不愿 现在努力起来 也很拼命 可能是傅里上次说的话 起了作用 他只有好好学习 将来才能给自己喜欢的人 想要的生活 而他喜欢的人 也就是我妈 可我妈 从头到尾都没有喜欢过他 我没把上次见到刘洁的事 告诉我爸 担心他受不了这刺激 一开始我以为是互相暗恋 没想到 却是我爸单相思 太惨了 我爸不肯换同桌 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 感觉他身边 就像放了一颗定时炸弹 迟早得出事 但凡有一个不确定性 导致最后的结局 还是破产 我的重生 就没有意义 所以我寻思着 既然我爸那边行不通 那我就只能从慕容夏哥哥身上突破 堵不如书 既然躲不开 那就迎面而上 虽然 目前还不清楚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 这位潮流大佬 最后灭了王氏 但如果我能和他打好关系 和他处成朋友 那作为我的儿子 王一新只要不是犯了杀人放火的事 他多少会给我一点面子 不至于破产 打定主意 我就开始在我爸学校门口蹲点 从我爸那儿旁敲侧击打听到 这兄弟是个媚控 经常来学校接慕容夏放学 我蹲了两天 还真让我蹲到了 他骑着摩托车 踩着放学铃声 轰隆隆呼啸着 就到了校门口 我坐在不远处小卖部门口 敲起二郎腿 朝他吹了声口哨 像调戏小姑娘的街溜子 他戴着墨镜 拔了车要是头也没抬 就走了过来 张口就是国粹 吹你妈那吹 看清楚老子是谁了吗就吹 你再吹一个试试 嘴给你打歪信不信 我敏起嘴唇 表面上毫无波澜 实则心里慌的一批 上次看走眼了 大佬还是大佬 脾气也很大 我心里还在琢磨怎么道歉 他却脸色一变 摘了墨镜 是你 是我 我手里握着汽水瓶 默默把敲起的二郎腿放了下来 他一屁股坐到我对面 仔细瞧了瞧我 还真是你 上次家长会 我俩见过 你记得吗 我干笑 点点头 把用来套近乎的汽水推给他 抱歉 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请你喝汽水 他愣住 似乎才反映过来 刚才吹口哨的人是我 女孩子家家 不要吹流氓哨 他脸色有些尴尬 用手抓了一把后脑勺 我刚刚骂得有点难听 你不要介意 大高个儿耳尖泛红 和身上的花衬衫相得益彰 我提起的心又稍稍放下去一些 脾气虽然大 但好歹是个讲道理的 我表示没关系 开始和他扯东扯西聊天 他略显不自在 一瓶汽水喝得飞快 不像第一次见面那样放得开 传说中的霸总这么害羞 从聊天中 我知道他叫慕容秋 他们家是经商世家 主要做服装生意 而他自己现在在倒腾服装的 进出口贸易 这时候的政策好 很多人都因为做生意 发家致富 他现在事业刚刚起步 也算是站在风口上的猪 我就是不太会说英语 和老外做生意 只能靠打手语和猜 不然赚得更多 他和我吐槽 和老外做生意 就是语言不通 后悔没多读点书 我一看机会来了 赶紧清了清嗓子 试探性地问他 还缺不缺人 我英语挺好的 可以帮你 说着 我当场来了一个英语版 自我介绍 也不管他听不听得懂 这是一个抱住 大老大腿的好机会 把握住了 还怕什么破产 咱直接就是中国合伙人 慕容秋的眼睛 从我说英语起就亮了 最后一拍大腿 让我明天开始上班 我很上道 疼得直接站起来 双手握住了他的右手 一个劲的叫老板 表示我一定会努力工作 他瞪大眼睛 看着我俩握在一起的手 神色更加不自然 脖子也开始泛红 那什么 我送你回去 我提醒他妹妹还没接 他这才反应过来 看了看手表 原本这个时候 应该出来了的 这时候 学生们也走得差不多了 他皱起眉头 打算进学校里面看看 我也没见我爸出来 也跟着进了学校 刚到教室门口 就看见两个穿校服的抱在一起 男生背对着我们 看身形很像我爸 慕容秋的怒吼 在我耳边响起 臭小子 干嘛呢 教室里的两人吓一跳 互相弹开老远 我还没反应过来 慕容秋已经抄起一本书 朝我爸头上飞去 我爸侧身躲过 举起双手已是清白 误会 可慕容秋不肯听 骂骂咧咧冲过去 就要揍我爸 我爸只好撒腿往后门跑 他逃 他追 只留我和那个羞红了脸的妹子 在教室里面面相去 妹子白白静静 看起来乖巧又听话 我都觉得 是我爸猪拱白菜了 更何况人家亲哥哥 这事我帮礼不帮亲 王一新 秦寿 我人还没骂完 那小姑娘看着我结结巴巴说 姐姐 真的是误会 我 我就是看到蟑螂了 啊 我心里咯噔一声 暗到坏了 这误会要是闹大了 慕容秋岂不是就和我爸结下梁子了 破产警告 SOS 我赶紧转头冲出教室 却看到我爸 慕容秋 还有傅礼在楼梯口拉扯 傅礼夹在两人中间 吃力地劝慕容秋 有话好好说 慕容秋怒目远征 完全听不进去 抬手就要往我爸脸上挥 三人拉拉扯扯之间 拳头没落到我爸脸上 落在了傅礼脸上 一记重拳和一声闷哼同时响起 傅礼一个亮呛 险些从楼梯上摔下去 他的脸偏向右边 我的心猛地一跳 在他们正愣之际 已经冲过去捧住了傅礼的脸 傅老师 你没事吧 他的左脸颊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肿起来 嘴角也破了一个口子 正有血珠往外貌 我有些不知所措 心疼到双手都在微微颤抖 傅礼抬起一手握住我的手 摘掉眼镜 甩了甩头 才深吸一口气说 没事 慕容秋凑过来 要拉他去医务室 我一把打掉他伸过来的手 凶巴巴瞪着他 别碰他 慕容秋缩回手 神色愧疚 我拉着傅礼去医务室处理伤口 身后还有三个根屁虫 擦完药 慕容秋又给傅礼道歉 慕容夏也把刚才我们看到的一幕又解释了一遍 今天轮到他和我爸值日 他看见一只蟑螂 吓得直接就挂在了我爸身上 所以根本不是我爸占慕容夏便宜 他才是那个罪冤的 慕容秋脸色难看 又给我爸道歉 兄弟 对不住 误会解开 我心情也好了 虽然傅老师挂彩 可我们俩终于拉小手了 傅老师手掌心干燥温暖 让人踏实又安心 就是不知道下次再牵手是什么时候 傅老师什么都好 就是不肯主动 你明天还去上班吗 慕容秋的一句话 打乱了我满脑子的黄色废料 我又意识到另一个严重问题 刚刚我凶了我的老板 也就是未来的 霸道总裁 冲动了 我笑得比哭还难看 去 当然去 慕容秋点头 拉着慕容夏告辞 我不让他走 又问了些有的没的 确保他真的没记仇 忽然 我的小手指 被另外一个手指 按戳戳勾住了 我垂眸 看见傅礼修长的手 攥住了我的手 抱歉 有点头晕 我连忙抓住机会 紧紧扣住傅礼的手 这次可不赖我 是他先动手的 我爸看在眼里 一脸无语 妈 慕容秋原本要跨出门的腿 又收了回来 他看向我 一脸裂开的表情 嗓音里都带着惊惧 妈 思 倒也不必叫得这么亲热 我抓傅礼的手紧了紧 透露着一种没当过妈的不自信 不等我说话 他又颤抖着声音问我 贵庚 四十五 我随便报了个数 慕容秋的脸 一阵青一阵白 眼睛瞪得像同龄 在我 我爸 傅礼身上转了一圈 一句话没说走了 我不明所以 抬眼见傅礼认真盯着我 受伤的傅老师 多了一点脆弱感 嘴角的伤让唇色染上一抹瑰丽的艳色 想亲 可惜我爸不给我这个机会 上前拉住我的后领 让我跟他一起回家 傅老师松开我的手 我双手放在唇上 给他送了一个飞吻 成功看到他的耳尖变红 他下意识想躲开我过分强烈的目光 最后 却又迎上来 眼里带着执着 他静力在原地 看着我和我爸走远 妈 你清醒一点 你比老傅大二十岁 我爸把我扯到校门口才松开我 夸张地抖了抖鸡皮疙瘩 你觉得让傅老师当你爸爸不好吗 我故意逗他 他皮笑肉不笑 你行行好 放过人家吧 做梦 我十八岁那年 在我爸高中照里看见了傅老师 在那之前 我从来不相信一见钟情 但从那年起 我连做梦都是那张脸 可惜当时一直没机会见到本人 现在好不容易重生一次 我怎么可能再错过机会 我没再搭理我爸 我们一路坐公交到了巷子口 刚下车就看到了在巷子里徘徊的刘洁 他做了头发 是时下最流行的卷发 现在是六月份 按理他应该在备战高考 而此时 他却在这里叫住我爸 他俩走到街对面的小卖部门口 我站得远 不知道他俩说了什么 但是 我爸脸色有点难看 最后神色激动地说了几句话 还是试图拉刘洁的手 却被躲开了 刘洁走了 我爸失魂落魄地站在原地 我过去拍了拍他的肩 他转头看我 眼神涣散 妈 刘洁要去广州了 去就去呗 我怎么办 你还有我呀 我爸不再说话 落寞地往家里走 我紧紧跟在他身后 就怕他犯傻 跟着刘洁走 当年 我爸应该就是这时候 跟着我妈一起南下的 连高中毕业证都没有 其实刘洁怎么样 我根本不在乎 他没有尽过一天当妈的职责 我只在乎 我爸这一生 能不能活好 好好读书 不破产 这就够了 回了家 我爸晚饭 也没吃 就进了房间 我寻思着 今晚要不要 就在他门口打个地铺 晚上我躺在院子里的摇椅上 左边花露水 右边去闻香 哈欠连天 也不敢回房睡觉 老太太出来上厕所 被我吓一跳 要我当心被蚊子抬走 恰好我一掌拍在手臂上 蚊子带着血和残影 变成了标本 我很苦恼 转头问老太太有没有锁 与其在这儿喂蚊子 不如把我爸锁在房间里 老太太问我干嘛 我把事情简单讲了一遍 收获了她的一个白眼 我还没死呢 一心哪儿也不会去 再说了 她要是真想跟着走 你今天锁住她 你还能天天锁住她不成 她挥手把我往房间赶 别瞎折腾浪费我的花露水和蚊香 睡觉去 我觉得老太太说得有道理 大不了跑了我再把我爸抓回来 想通了之后 我扑进房间倒头就睡 一直到第二天上午 睁开眼睛 我立马蹦起来往我爸房间跑 结果发现被子叠得整整齐齐 桌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我的心沉到谷底 又在家里转了一圈 除了我没有任何身影 我下意识想去追 打开院子门 恰好撞上老太太 她手里的鸡毛菜 差点被我撞飞 杂杂呼呼干什么 人跑了 我头也没回跑出去 想着能不能在火车站追上他们 老太太在后面喊 跑什么跑 去学校了 我杀住脚 转身往回走 走到一半 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 坏了 昨天和慕容秋约的上班时间 已经迟到了 我冲进院子 用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自己 扭头又跑了 到慕容秋说的那个地方时 已经是上午十一点 她从一堆衣服里抬起头 问我怎么不吃了中饭再来 我舔着脸凑到她边上 第一天上班 不要工资 就当市港 她身子僵硬了一下 脸色有点难看 默默往后退了两步 把桌上的几个文件 丢到我面前 让我翻译成中文 我屁颠屁颠撸起袖子加油干 她却干不下去了 每隔几分钟就抬头瞅我一眼 最后干脆摸起 办公桌上的烟出去了 直到我翻译完 她也没进来 我伸了个懒腰走出去 看到她坐在自己摩托车上 和几个男人在抽烟聊天 那几个陌生人 穿着打扮像老电影里的蛊惑仔 态度貌似也不友好 其中有人还伸手戳了戳慕荣秋的肩膀 这一代全部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小老板 慕荣秋的生意刚刚起步 少不了有竞争对手上门找麻烦 她看见我 从摩托车上起身 其他人也看过来 油腻的目光在我身上 群寻了一圈 吹响了几声口哨 慕荣秋脸上笑意消失殆尽 推了一把旁边的人 指着她的鼻子 有什么事冲我来 感动她 我弄死你们 蛊惑仔们似乎真被她震慑住了 没说什么就走了 慕荣秋看着像花花公子 正经起来也有几分很绝 不然日后也不会建立起慕荣集团的商业帝国 她走到我面前 上下打量我一番 脸色还是很别扭 大姐 能不能穿一身符合你年龄的衣服 四十好几的人 打扮得跟小姑娘似的 被欺负了 我可不管 我看了看身上的碎花小裙子 在某个地摊上随便买的 谁说四十就不能穿好看的小裙子 我白了她一眼 担心她看出我年龄的秘密 不敢在这个问题上深究 赶紧转移话题 叫什么大姐 没礼貌 叫阿子姐姐 慕荣秋脸色扭曲 嘴张了半天没叫出口 最后头一扭粗声粗气道 王秘书 吃完中饭跟我出去练贪儿 秘书你大爷 我堂堂王室副总裁 行吧 你是大佬你说了算 为了我的冤种爸爸 秘书也行 我忍辱接受这个小破公司 仅有的两个职位之一 所以我那冤种爸爸 可能真的对慕荣家 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否则我也不至于 沦落到这个地步 自从跟着慕荣秋上班 一天到晚不着家的人 变成了我 累是累了点 但不得不说他是一个非常有经济头脑的人 难怪有这么多竞争对手 很多人都忌惮他 总是背地里做一些小动作 这次又不知道动了谁的蛋糕 对方直接抡棍子要砸电 慕荣秋要我先跑 那怎么可能 这可是在大佬面前表现的好机会 表现好了 我们王家就有棉死金牌了 所以我必然不会走的 挽起袖子 就要和他并肩作战 对方人多 手里又有武器 打起架来 下手非常狠 和之前的小混混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我虽然躲得快 也受了一些伤 慕荣秋要打架 还要保护我 也挨了揍 最后被人砸了一下后背 晕了过去 幸好警察及时赶到 抓了一些人 也跑了一些 我跟着车把慕荣秋送到了医院 警察找我要身份证 我拿不出 他们说要联系我家人 我脑子乱成江湖 脑子里只闪过一个人的名字 半小时不到 有人喘着粗气 到了病房门口 隔着慕荣秋的病床 我看到了副理 他衬衫有些乱 额头上的汗珠一路划过两鬓 下额 我没见过他这么着急的样子 他大口喘着粗气 胸膛剧烈起伏 看我的眼神里 似乎藏了暴风雪 我站起身 可怜兮兮地叫他 傅老师 他眼神更冷了 大步走进来 握住我的手臂 将我拉出了病房 一路走到后花园才松开 转头就对我开骂 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为什么不跑 你出事了 王一心怎么办 他气冲冲地 又似乎在努力克制自己 说话的语气虽然凶 但紧锁的眉头 不自觉流露出担心 我再也忍不住 鼻尖一酸 就直接扑进他怀里 嗷嗷哭 副理愣了下 抬手轻轻拍我的肩膀 耳边是他的叹气声 现在知道怕了 他只以为我是怕了 不知道我是真他喵的心酸 以前就算天塌下来 也有老王给我顶着 现在才发现做爸爸好难 很多事没人商量 只能自己扛 幸好还有副理在 他听我哭完 用柔软的语气 问我有没有受伤 我把手举到他面前 头埋在他胸前 不敢抬起来 眼睛哭肿了 肯定很丑 受伤了 那些人欺负我 副理小心翼翼 托住我的手 把我从怀里挖出来 领着我去取了一些点酒 和云南白药 他全程眉头紧锁 脸色又认真 我低着头不敢看他 任由他用棉签 轻轻涂抹我手上 或红肿 或破皮的伤口 撕掌心的伤口有点疼 我的手不自觉往后缩了一下 他固执地拉住我的手 抬眼观察我的脸色 痛 我再轻点 他眼中风雪消融 一边擦拭我的伤口 一边弯腰将嘴唇凑上去 轻轻吹气 掌心被凉丝丝的风吹得痒痒的 我盯着腹里头顶的发弦 不知不觉凑过去 用额头轻轻蹭了蹭 傅老师 我知道错了 以后再也不敢了 处理好我的伤口之后 腹里又领着我去找还手 在病房外的警察叔叔做笔录 当被问到我们俩什么关系时 我下意识看了眼腹里 这时候 身份证管理没那么严格 加上我们这次是受害方 警察不会太过追究身份 只要有个能证明身份的家属 做联系人就行了 但如果傅里实话实说 像我这种一枚身份证 二连身份信息都查不到的人 极有可能被当作流浪人口带走 接受盘问 直到搞清楚身份为止 我下意识钻截了他的袖子 傅里用手掌扣住我的手 面不改色 他是我的未婚妻 他掌心温暖 带着微微的湿润黏腻 看起来不会干坏事的傅老师 为了我 当着警察叔叔的面撒谎了 看着他假装镇定 其实耳间已经通红的侧脸 我完全压抑不住嘴角的笑意 等警察走了之后 傅里一边跟我道歉 一边想松开手 我赶紧钻紧 还得寸进尺地分开他的手指 和他食指向扣 我把手举到他面前 笑挖了眼睛 未婚妻 傅老师可要说话算话呀 冷静下来的傅老师 又恢复了平常的样子 他躲开我的眼睛 不着痕迹地转移话题 你的身份证呢 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的脸垮了下来 随便搪塞说不小心弄丢了 他又说 要我带上户口本去补办 我哪有什么户口本 我心虚地松开傅里的手 走到慕容秋的病床边 敷衍地点头答应 傅里的眼神坦荡清明 总觉得在这样的目光注视下 我的心虚无处遁形 我有一种我的身份 迟早瞒不住他的感觉 就在我担心傅里 继续追问的时候 慕容秋动了动 似乎有醒的迹象 我赶紧抓着他的肩膀 狠狠摇了摇 终于醒了 慕容秋眉头紧皱 闷哼一声 缓缓睁开了眼睛 看清是我之后 又痛苦地闭上 别碰老子 完蛋 大佬在发脾气 他不待见我了 我心里警铃大作 抓着他的肩膀 摇晃得更加厉害 老板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让你受苦了 对不起 慕容秋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想打开我的手 又没力气 最后还是 傅里把我拦了下来 他缓了缓 将头埋进了枕头里 门声说出的话 带着一丝绝望 叫你跑 为什么不跑 我怎么能留下 你一个人拼命呢 其实 在动手之前 我就已经悄悄报警了 那时候 我都想好了 只要和慕容秋 共同渡过了这次难关 说什么 他也没理由 把我爸整破产了 这可是患难与共的交情 虽然中间出了一点小意外 但整体上来看 还是很成功的 慕容秋还给我甩脸色 他也不看看 他这辈子 有见过 像我这么卖命的员工吗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跑了 我也就会找机会跑呢 慕容秋转过头 脸色难看 说话都带着咬牙切齿的意味 气氛有些尴尬 原来他当时是这个意思 别逗了 他跑了我的如意算盘 不就落空了 即使当时 我明白他的意思 也不会照做 这不是重点 我摇头把话题扯回来 抬手按住了他的肩膀 眼神真挚 重点是 只要二十年之后 你还记得 曾经有一个王姓女子 和你同患难 共进退 她还有个叫王一新的儿子 就足够了 慕容秋脸色更加难看 甩手把我轰出了病房 原本我想留下来照顾她 刷一下好感 但父李说 想和我聊一下我爸的事 我们一起出了医院 我问她 是不是一心在学校惹麻烦了 不是 傅老师从车棚里 推出自行车 只是想告诉你 王一新最近状态还不错 下个月的竞赛 如果能取得好成绩 对她考大学 非常有帮助 那太好了 我差点拍手蹦起来 这样的话 我爸就成功摆脱低学历 摇身一变成高材生了 傅李静静看着我 嘴角也挂着淡笑 仿佛刚才又急又气冲进医院的那个人 不是她 我们隔着自行车对视 她漂亮的眼睛里不光有我 还有星光点点 我背过手 歪头看她 傅老师 你来的时候是不是很担心我呀 傅李愣了下 眼里闪过慌乱 她薄唇微张 握住自行车 把手地手挤了紧 我送你回家吧 她不肯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恰恰证明了她的心思 我也不死缠烂打 跳上她的后座 还住她窄紧有力的药 傅李骑车很稳 她带着我 穿梭在城区的街头巷尾 恰逢黄昏 太阳藏在远处深青色的山头 江落未落 微风拂面 我闻到了傅李身上独特的墨水香味 今天是工作日 她是从学校跑出来找我的 我鸣其隐秘而甜腻地笑 双腿不自觉跟着自行车的节奏晃悠 嘴也忍不住巴巴 傅老师 我刚才在医院都吓傻了 脑子里只能想起你的名字 傅老师 我有没有打扰你上课 傅老师 你什么时候才能喜欢我呀 傅李停在红灯面前 微微偏头 坐好 我乖乖坐好 等她踩动自行车后又问 傅老师 我是不是挺招人烦的 傅李斯文温和 极少在人前流露出太多情绪 顶多脸红一下 我虽然总说她对我有意思 但她不明说 我心里也没底 万一人家只是出于礼貌呢 欢喜中夹杂着惆怅 我的心情像青梅一样 酸酸甜甜 到了家门口 我滴滴到了声谢 刚转身就被傅李拉住了手腕 她站在晚霞里 身姿如玉 声音清润 我在感情上 是一个很愚钝的人 第一次遇见这样明目张胆的喜欢 第一反应居然是躲避不回应 像个胆小鬼 但现在 我已经彻底明白了自己的心意 她斟酌片刻 又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我和傅老师在一起了 但是我和她商量说 先不要让王一新知道 一来 我是怕我爸受不了这刺激 毕竟在她心里 自己45岁高龄的妈 和26岁的班主任谈恋爱 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二来 我爸正好要期末考 还要参加竞赛 等她考完了 再和她坦白 也不迟 就这样 我按耐住自己想要向全世界宣布 我把傅老师搞到手的心情 背着我爸偷偷摸摸 和傅里谈起了恋爱 这段时间 慕容秋不让我再去店里上班 直接把一些看不懂的合同和文件 送到我家来 让我居家办公 我答应得很爽快 这样周末 我就可以和傅老师 坐在屋檐下一起工作 在我爸的眼皮子底下 眉目传情 嘖嘖 多么和谐的一家三口 等傅老师补完课 我在假装客气送她出门 转身就勾住她的手 傅里一手推自行车 一手扣紧我的手 我送她到巷子口 但 也并非每一次都这么顺利 比如这次 我们俩刚牵住手 我爸就追了上来 千军一发之际 我想也没想就甩开了傅里的手 一把将她推了出去 呼 幸好下手快 不然就抓包了 我得意抬头 看见两人齐刷刷看着我 我爸拿着卷子 愣在大门口 傅老师捂着后脑勺 愣在了墙边 一个不解 一个猛逼 貌似 反应过激了 我的心在嗓子眼 反复横跳 凑上前 一把扶住了傅里 傅老师 你没事吧 我在我爸看不到的地方 戳了戳傅里的腰 提醒他打一下配合 他扫了我一眼 我的心跟着他浓密的睫毛 一起颤了颤 这个眼神里 藏着一点点小委屈 又包含着无声的温柔爱意 直到晚上临睡时 都还在我脑子里不断重现 第二天 我起了个大早 直奔傅里住处 尽管知道他今天还会来家里给我爸上课 可我就是迫不及待想见他 想曾经 我虽然没谈过恋爱 但也是迷倒过万千少男的白富美 意思就是 有几个臭钱的寡王 如今寡王一招坠入爱河 堪比老树开花一样新鲜 到了傅里家门口 我突然又有点骚得慌 这 会不会太不矜持了 屁 以前追人家没脸没皮 现在在一起 反倒有包袱了 我在心里狠狠唾弃了一遍自己 抬手刚想敲门 就听到咔嚓一声 门从里面开了 傅里穿着睡衣 头顶两根呆毛 半眯着眼睛 手里拎着一袋垃圾 傅老师 早上好呀 他看到我 愣了一下后就伸出长臂 弯腰将我拢进了怀里 你来了 他用脸颊蹭了蹭我的头顶 声音夹杂着刚睡醒的沙哑 我有点把持不住 心里吐蕃鼠狂叫 傅老师平常不这样的 即使在一起之后 他做过唯一主动的事 就是简单的拥抱牵手 现在居然会蹭蹭撒娇了 啊我死了 我满足地回报住他 暗自庆幸今早来对了 他把垃圾放门口 拉着我进了屋 这是我们在一起之后 我第一次来他家 基本上变化不大 就是很多生活用品 都变成了两件套 傅里没告诉我 他买了这些 他悄悄把喜欢藏得很好 我换上拖鞋 刚要往里走 就被傅里从后面 打横抱了起来 我灵机一动 搂住他的脖子 捏着嗓子道 傅老师 别这样 师母等一下就回来了 正经人傅老师 哪里见过这种场景 他愣在原地 身体僵硬 没明白我这是唱的哪一出 我又故作委屈道 傅老师 你还是让我走吧 一会儿师母回来 看我在这儿会生气的 傅里盯着我看了半赏 短短几十秒 三官被我摧毁 又迅速重建 他将我抱到沙发上坐下 一本正经道 他出差了 今天不会回来 你今晚就陪我住这儿 我在沙发上笑得四仰八叉 他静静看着我 嘴角挂着宠溺的笑 任由我笑闹 我忍不住扑进他怀里 插开腿坐在他腿上 抱住他 傅老师 怎么办 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你 喜欢得不得了 他回抱住我 在我耳边轻轻地 带着试探地问 那能不能再喜欢一点 我问他怎样才算再喜欢 他在我脖肩蹭了蹭 若有若无的呼吸 喷洒在我的皮肤上 今天可以不去补课吗 我瞄懂他的意思 就是想和我过二人世界呗 最近一段时间 是竞赛前的最后冲刺状态 傅里每天都会给我爸补课 我和他虽然在一起了 但是几乎没有一整天 黏在一起的时间 我的傅老师 表面上不动声色 暗戳戳的小心思 可多着呢 今天见我过来了 就不愿意再去补课了 我的思维有点发散 傅里迟迟得不到我的回复 以为我不同意 抱着我的手紧了紧 昨天撞到后脑勺了 现在好像还有点晕 他像是在陈述事实 沙哑嗓音里 又仿佛混杂着一丝丝委屈 这谁招架得住 本来还想逗逗他的我 直接举手投降 不去不去 咱们今天在家好好休息 老王 为了你女儿的幸福生活 你今天就委屈一下吧 傅里开开心心放开我去洗漱 然后哪儿也没去 和我在家腻歪了一天 虽然一天没补课 但是我爸的成绩 依旧在突飞猛进 期末考试 从之前的中下游 直接冲进了前十 数学竞赛在暑假 过了一半的时候 也出了结果 我爸当之无愧第一名 恰好我也从慕容秋那儿 领到了第一笔工资 二话不说 直接带着我爸和傅老师 顺便叫上慕容秋 两兄妹下馆子去了 一来为了庆祝 二来还可以拉近 我爸和慕容家的关系 一举两得 饭桌上 大家相处都很愉快 我一高兴就喝得有点多 酒过三巡 晕晕乎乎之际 我拉着我爸的衣袖 一个劲儿找慕容秋说话 老板 这是我爸 记住这张脸 以后他要是做了什么 冒犯你的事 看在我的份上 我打了个阁 话还没说完 慕容秋就疯狂点头 你爸爸怎么看着 比你还年轻 我爸被我扯得不乐意 嘟嘟囔囔 说他是我儿子 不是爸爸 我一掌拍在他的后脑勺上 老王你可拉倒吧 要不是你破产了 我能回来给你收拾这烂摊子 我才没有你这样的不孝子 三个罪鬼说的话 旁人只觉得是玩笑 我还拉着慕容秋 侃侃而谈 让他坚持下去 搞自己的事业 不出十年 他绝对能创造一个慕容家族的商业帝国 吃完饭 傅礼送我和我爸回家 等我爸进了屋 他却一把拉住我 将我带到了拐角处 我醉眼朦胧 总觉得在月色的照应下 傅老师的眼神充满侵略性和战有欲 他平常不喝酒的 今天在我的怂恿下也喝了一些 但还能保持清醒 我有些站不稳 猎且两步后被傅礼服筑底在了墙边 被烈日炙烤过的水泥墙 混杂着阳光的温度 但却比不上傅老师的掌心滚烫 他就直勾勾盯着我 一言不发 明明还是斯文端方 却因为红艳充血的唇多了一丝禁欲的味道 晚风掠过 吹散了我周围的燥热感 我咽了咽口水 伸手抚上他的脸颊 傅老师 你比照片上可好看太多了 他的喉结上下动了动 哑着声音问 什么照片 我爸高中的合照呀 我老老实实回答 毫无防备 甚至还左右看了看 压低嗓门说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宿醉的结果就是头痛欲裂 等我彻底清醒 已经是中午了 老太太在外面骂骂咧咧叫我和我爸吃饭 饭桌上 我和我爸相对而坐 互相都看见了对方的憔悴 饭吃到一半 我爸似乎想起了什么 他抬头问我 妈 昨天吃饭谁结的账 我想了想 本来应该我结账的 但是后来喝太多 直接出了饭馆 也没记得买单 我爸悠悠看着我道 你不会让傅老师给买单了吧 好像真是 我拍了拍脑袋 想起来了 昨天除了傅老师和慕容夏没喝醉 其他人都醉了 那最有可能买单的就是傅老师 然后傅老师还送我和我爸回了家 后来坏了 我猛地端起碗站起来 昨晚发生的一切 包括我跟傅里说的话 全部像放电影似的 在我脑子里重新放映了一遍 我把我的真实身份和来历 一股脑全部告诉傅里了 真的要死了 他不会觉得 我是神经病或者怪物 而远离我吧 这种感觉 在我连续敲了傅里家十分钟门 还没人来开门时 达到了顶点 我甚至开始想他是不是连夜逃走了 毕竟 任谁也接受不了一个来自未来二十多年后的人 还是在那个时空已经死掉的人 四舍五入 我不就是个游荡在平行时空里的鬼 从楼梯上来一位大妈 之前我和傅里一起跟她打过照面 小姑娘 傅老师回老家了 你不晓得呀 我不晓得呀 我要是晓得的话 又怎么会在这里敲门 没想到 傅老师真的连夜跑路了 一连几天 我的情绪都非常萎靡 辗转反侧几天后 还是决定亲自找傅里问清楚 到底还能不能处 一声不空躲着 算是怎么回事 之前 傅里跟我提过他的老家和他 以前生活的福利院 我找慕容秋请了几天假 坐着大巴颠簸了将近三个小时 终于到了有傅里在的小县城 福利院很好打听 我到门口时恰好是晚饭时间 透过大门的铁栏杆 我看见我的傅老师 一手牵着一个小朋友 身后还排队 跟着一条小尾巴 从教室鱼贯而出 他换下了在学校穿的一身 白净笔直的衬衫长裤 穿着老汉衫和大裤衩 嘴角挂着如沐春风的笑意 这身行头 一点也不影响他的气质 甚至比平常多了些活泼 我看得正起劲 旁边走过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婶 他经过我的时候 侧头看了看 停下脚步问我是不是找傅里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 他就朝里面喊 小傅 你家小姑娘来了 听到声音的傅里 停下脚步看过来 脸上的笑容也僵硬了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在他眼里看到了一闪而过的痛楚 他低头轻声让所有小朋友乖乖排队洗手吃饭 旁边的大婶走进去帮忙 我跟着进门 眼睛委委屈屈地看着傅里 等院子里只剩我们俩了 我才可怜兮兮地小声叫他 傅老师 傅里站在原地没动 我以为他真的不要我了 急匆匆走上前抱住他的手臂 傅老师 我 吃饭了吗 他打断我 语气疏离 没有 我顺势靠在他手臂上 添油加醋 为了坐车来找你 我连中餐都没来得及吃 大巴车摇摇晃晃的 我到现在还有点头晕 虽然看不见傅里的脸 但我能看到他明显绷紧了的下额 他正开被我搂住的手臂 率先走在前面 先吃饭吧 吃饭的时候傅里也很忙 他需要照顾小朋友们 我一直没找到机会和他好好聊聊 孩子们叫刚刚那位和我搭话的大婶 叫院长奶奶 他忙完之后端着餐盘坐在了我旁边 小姑娘比小傅画得好看多了 他看着我笑眯了眼睛 画 傅老师除了会做数学题 还会画画吗 我好像从来没看他画过 院长点点头 看了忙着给小朋友喂饭的傅里一眼 凑到我身边悄悄说 他那天突然回来 看起来心不在焉 第二天就在教室的黑板上 用粉笔画了你 我一手撑着头 盯着傅里的侧脸 心里不是滋味 我的傅老师 看不到我就画我 现在我来了 却连看都不肯看我一眼 可是看他那样 也不是怕我 怎么就突然冷淡了呢 院长眼神在我和傅里身上转了转 压低声音问我 是不是小情侣闹矛盾了 这事我也没法和别人解释 只能含含糊糊说事 院长捏着筷子和我一起 看着傅里叹了口气 虽然不知道为啥 但是小傅是真心喜欢你 他顿了下 你过来找他 心里肯定也有他 小情侣有什么误会 坐下来好好聊聊 小傅是个可怜孩子 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我也替他高兴 听院长好像话中有话 我收回视线 问他能不能给我讲讲 傅里以前的事情 傅老师只告诉过我 他是孤儿 在福利院长大 没有任何亲戚 其余事情很少提起 院长抬起头看向窗外 思绪好像挑回很久以前 小傅五岁那年来的这儿 穿得破破烂烂 被人送过来 据说是生病发高烧 家里人给送到医院就走了 应该是付不起医药费 又不忍心看孩子出事 那时候的小孩有记忆 刚来这里 天天哭着找爸爸妈妈 可惜等到十二三岁 也没人来接他 院长说了很多 傅里小时候 因为长期营养不良 很瘦很小一只 没人愿意领养 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家 肯领养的 结果被带走不到三个月 就又被送了回来 理由是养母怀孕了 后面再大一点儿 就没有被领养的机会了 他承担起了福利院 大哥哥的角色 自己读书的同时 还要照顾其他的弟弟妹妹们 我看着那个站在 逆光处的身影 他沉默 隐忍 默默接受命运对他开的玩笑 却又温柔 强大 对命运奋起反击 终于小朋友都吃得差不多 院长也吃完 准备领着孩子们去午睡 傅里这才打饭 走到我旁边坐了下来 他扫了一盐我盘子里 没怎么动过的饭菜 将餐盘里的鸡腿 夹到我碗里 沉默地扒着饭 我却放下了筷子 现在我大概明白了 傅里为什么一声不吭 就离开了 他并不是怕我 他怕的是我会像之前 所有他亲近的人那样 抛弃他 我一个意识灵魂 在这里无牵无挂 随时都有离开的可能 而且他无论如何 也找不到 这是傅里无法接受的 所以他选择了逃避 就像一开始 因为害怕被亲密感情伤害 所以不敢接受我一样 傅里见我停下来 我筷子的手轻轻颤了颤 他指节苍白 似乎握一双筷子 就用了全身力气 傅老师 我抬手握住 他拿筷子的手 想着怎么解释这一切 傅里抬起头 我看见他微微泛红的眼角 你 会消失吗 他看着我问 眼神里带着息迹 甚至一丝丝祈求 我刚张口要回答 又被他突然地轻笑打断 明明眼神那么难过 却还是笑着对我说 你什么时候不要我了 记得告诉我呀 不要让我一直等 他明知道 这段感情可能无疾而终 他明明选择了离开逃避 他明明那么害怕被抛弃伤害 可是在所有这些来临之前 他还是选择爱我 我鼻尖酸酸的 眼眶也开始发热 我紧紧握住他的手 眼泪控制不住往下掉 傅里 你犯规 多少年没这么哭过 现在却被傅里的几句话 搞得哭成了狗 丢死人了 我用手背抹开眼泪 却越抹越多 视线模糊 我看不清傅里的表情 但知道他绕过饭桌 坐到了我旁边 用自己的衣服下摆 给我擦眼泪 我一把扯过他的衣服 狠狠蹭了一把 然后扑进他怀里 抱紧了他 傅里 你根本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 傅里 我那么那么喜欢你 我怎么舍得离开你 他轻轻拍着我的背 沉默不语 等我哭够了平静下来后才说 阿子 你离开之后 会忘记这里发生的一切吗 他肯定想问我会不会忘记他 我抬起头 双手捧住他的脸 眼睛酸涩肿胀 傅里 我在原来的世界已经死了 现在也不准备撮合我爸我妈在一起 未来不会有我 我只剩你了 哪儿也不会去 从福利院回来之后 傅里和以前有些不一样 但我又说不上来 他更加主动 也更加黏我 偶尔还会反聊 看我的眼神透露着安心 暑假过后 我爸正式开始高三生活 傅老师带毕业班 也更加忙了 慕容秋的生意越来越好 当初找麻烦的那伙人 只有跟在屁股后面 让他赏口饭吃的份 我也胡假虎微风光了一把 入秋之后 老太太身体不太好 我担心他出意外 直接让他住院 护士24小时看护 原本以为日子就这么过去了 等我爸考上大学 我心里的石头就能落地了 但是没成想 在某天下班回家的路上 看见一个许久不见的人 阿姨 刘洁站在我家门口 看着我笑得很局促 他好像比之前更瘦了 看起来过得并不好 我一下没反应过来 他跟我寒暄了几句 又往大院里面望了望 试探性地问我 您能帮我叫一下王一新吗 你不是去广州了吗 我心里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直觉他这次回来 会对我们现在的状态 产生很大的威胁 他表情尴尬 含含糊糊说 出了点事情 回来一趟 我也没让他进门 说是进去帮他叫王一新 我爸房门紧闭 我敲了几声没动静 直接开了门 他待坐在书桌边 我告诉他刘洁在外面等他 我爸缓缓回头 眼神有些木讷 他仰头看我 妈 刘洁被人甩了 回来跟我表白 要我和他一起去广州 我愣在门口 忽然以前想不通的事情 现在都想通了 我妈当初去广州的时候 应该是跟着她的青梅竹马 一起走的 而我爸因为要照顾老太太 所以拒绝了 后来 我妈被青梅竹马甩了 又回头找我爸 恰好这时候 老太太病重 没多久就去世了 这一次 我爸才真的辍学 跟着我妈去了广州 后面就是我爸妈结婚 生了我之后 我妈又跟着回来的青梅竹马 跑路丧生 合着我爸在我妈这儿 就是个接盘侠呗 我愁愁了一下 小心翼翼问道 那你怎么想的 刘洁站在门口 应该是想要一个回复 我爸摇摇头 表情有些迷茫 他跟我说了一些 他和我妈经历过的事情 他们算是不打不相识 我妈在我爸被群殴的时候 救了他 两个家是一般 在所有人眼里 都是坏孩子的少年 很容易就混到了一起 我爸从小身边 除了老太太 没什么亲近的人 我妈在她心里 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她说什么她都会听 如果是以前 我可能会毫不犹豫跟她走 但是现在 我爸看向我 眼神清明 似乎终于想清楚了 我只想好好读书考试 以前 我爸的世界里只有我妈 因为在我妈身上 汲取到了温暖 就拼命想要追随挽留 但现在不一样 我爸的世界有了我 有了副老师 有了朋友 可能还有数学 看过了更大的世界 得到更多爱和善意之后 又怎么会因为 那一缕小小的光 而放弃整个太阳 我爸站起来往外走 想把答案告诉我妈 我教住他 问了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你会怪我吗 他喝醉酒 抱着枕头 叫我妈名字的那个场景 我还历历在目 现在 我却亲手毁掉了他们的感情 从此 他们俩就真的分道扬镳了 我爸头也没回 说什么傻话 刘杰的事就像一个小插曲 我爸当晚出去 和他讲清楚之后 他就再也没出现过 我爸也没因为这件事受到影响 反倒偶尔会叫慕容夏周末到家里 一起听傅老师讲题 慕容秋心情就不是很好了 总是警告我爸 离他妹妹远一点 但是两个学霸除了学习 真的没有做别的事情 我反而有点失望 和往常一样的某一天 我下班之后 溜溜打打走在巷子里 想着周末和傅老师去看电影 忽然身后 响起熟悉的摩托轰隆隆声音 我转头看到慕容秋 直接把车开进了巷子里 他冲到我面前 满脸焦急 看见我妹妹没有 我摇头 想着是不是和我爸一起回家了 赶紧跑两步冲进家里 结果发现家里也没人 自从高三之后 我爸每天都会准时到家 今天却没有 两个人同时失踪 我的心也跟着提起来 慕容秋满头大汗 眼睛也红了 他拿出电话让人去找 我眼前发黑 难道这就是当年 我爸和慕容家 产生纠葛的事情 有没有可能还在学校 或者去哪个书店写作业了 我脑子里迅速搜寻着 我爸常去的几个地方 一刻不敢耽搁 叫上慕容秋报地名 一个一个去找 出了巷口 我们遇上了傅老师 他一脚停住自行车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眉头紧簇 学校都找过了 没有 慕容秋低声咒骂了一声 我赶紧报出几个地名 让他两分头去找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我们把所有地方都找遍了 还是没有找到两人 慕容秋的情绪越来越暴躁 他是出了名的藤妹妹 如果妹妹出了什么意外 他绝对会报复所有 和这件事有关的人 这样我好像能理解 为什么我们王室会破产了 我改变了我爸的成绩 拆散了他的官配CP 难道到最后 还是什么都改变不了吗 最后一个地点找过之后 我和慕容秋都陷入了沉默 他把摩托车停到路边 点燃烟狠狠抽了一口 我大气不敢出 就怕他找不到 我爸拿我出气 现在谁都不知道 我爸和慕容夏 到底去哪儿了 发生了什么 我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祈祷他们俩都平安归来 黑夜中 连月亮星星都隐去了身影 这是我重生以来 度过的最压抑 最黑暗的一个夜晚 我们俩谁都没说话 他抽了一包烟 我抱着膝盖 脑袋昏昏沉沉 终于 在天边开始泛白的时候 他的电话响了 有人在医院找到了我爸和慕容夏 我们赶到医院时 慕容夏还在昏睡 我爸在一边守着 慕容秋二话不说 上前就给了他一拳 我爸倒在地上 一点也不反抗 任由慕容秋的拳头 落在他身上 后面进来的副老师和两个民警 拉住了慕容秋 将他扯了出去 我把我爸扶起来 用纸巾轻轻擦掉他嘴角的血迹 怎么回事 其实在来的路上 我已经知道一些了 刘洁带人绑了慕容夏 还让我爸去救人 可我爸到的时候 恰好看到刘洁把慕容夏 推进水里的一幕 最后他把人救了起来 送到了医院 我爸目光涣散 半天才聚焦到我脸上 他拉住我的手腕 眼里是后怕和心有余悸 妈 刘洁会坐牢吗 我没说话 彻底明白了当年是怎么回事 是我想错了 我爸当年其实一开始 就没想过要和刘洁去广州 是这次事故之后 才带着刘洁跑了出去 而现在 他带着慕容夏来了医院 刘洁被警察带走了 我爸口中 那个温柔善良的学霸妈妈 其实是一个自私善度 狠毒的女人 他以为我爸是因为慕容夏 才不肯跟他走 所以差点杀了慕容夏 最终 他如愿以偿 可他根本不爱我爸 更不爱我 我们都是他 可以随意抛弃的东西 可他千算万算 不会想到 从前那个对他为命适从的男生 早就已经脱胎换骨 命运的齿轮 悄悄发声电话 我妈从来不是刘洁 而是我爸为了保护我 不因母爱缺失而难过 所以虚构出来的角色 他只不过生了我而已 我的世界都是我爸为我撑起来的 三天之后 慕容夏出院了 慕容秋也没有找我爸的麻烦 破产危机彻底解除 当晚 我高高兴兴拉着副老师喝酒庆祝 我环顾他越来越温馨的小屋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心里的满足感爆棚 原本躺在他腿上的我 顺甘爬上了他的肩膀 在他耳边问了一个我一直好奇的问题 傅老师 老师交代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往家里添置两件套的 傅里一手还住我的腰 将我固定在他怀里 温热的脸颊蹭了蹭我 从你第一次来我家之后 我愣住 抬起头和他面对面 这么早 傅里耳间红通通的 他盯着我瞧了一会儿 忽然就亲了亲我的鼻尖 然后是脸颊 嘴角 最后是嘴唇 一吻过后 我看着他 突然用双手捂住脸 一头栽进了他怀里 他把我挖出来 问我怎么了 我捂着脸 满脸通红 表情后悔 亏了 亏死了 早知道当初多占点便宜 傅老师轻笑 他拿下我的手 带着我摘下他的眼镜 明明很普通的一个动作 在他的引导下 居然有点瑟瑟 我喉咙干干地 勉强咽了咽口水 傅老师 他打断我 在我嘴角亲了亲 我给王一新补课 好像一直没要过补课费 我的心砰砰跳 万万没想到傅老师 聊起人来这么厉害 简直是打通了任度二脉 他的唇贴着我 我每说一个字 都会碰到他 你要多少 傅老师轻笑 一身相许